今天你正在听甘加普拉萨德贝特瓦尔写的小说幕内 今天巴桑特非常忙碌 他认识的所有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子 全村的青年纷纷奔赴城市出国闯荡 有时巴桑特的脑海中也会出现出国的想法 巴桑特观察周围的环境 群山似乎很爱他 下方的河水仿佛在唱着他心中的歌 树叶在颤抖 巴桑特似乎不会去任何地方并留在我们附近 大自然不可能说出他的想法 但那些事情只发生在巴桑特的理解中 巴桑特是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男孩 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的父亲没有为他的两个儿子带来另一个母亲 祖父 祖母 叔叔 阿姨和表兄弟姐妹也曾在巴桑特家里待过几年 然而 现在爷爷 奶奶 母亲都去世了 叔叔神圣也开始分居了 目前 巴桑特家里只有三个人 巴桑特的父亲 巴桑特本人以及巴桑特的一名兄弟 巴桑特非常理解这家人的悲伤 他感受到父亲的病情就尽可能地帮助父亲的工作 他会平等地爱他的兄弟 这个小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还不错 但即使在乡村环境中 他们也面临着缺乏资金的压力 巴桑特开始明白 家庭的责任现在落在了我的肩上 他想承担一些责任 一天晚上 巴桑特一家人吃完晚饭准备睡觉 几乎每天晚上 巴桑特的父亲都有向儿子们讲一些新知识的习惯 那天晚上 巴桑特开始告诉他的父亲和兄弟我们如何从头开始进步 他的父亲听到巴桑特的话语和想法后也很高兴 现在巴桑特的父亲很高兴 儿子不仅长大了 而且聪明成熟 是的 巴桑特已经从乡村高中12年级毕业了 他的许多朋友都办了护照 到国外工作赚钱 但巴桑特内心的愿望是接受高等教育 由于村里没有12级以上的教育机构 巴桑特的心理开始感到难过 事情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许多可能性浮现出来 然而 这样可靠的可能性并没有到来 巴桑特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他能去加德满都做一些工作 他绝对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现在 我怎样才能去加德满都 一开始谁会帮助我 等等等等问题开始在巴桑特的脑海中盘旋 巴桑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疑问 然后又消失了 他无法为加德满都找到可靠的掩护 他的父亲猜测儿子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渴望和去加德满都的坚定计划就在那里 有一天他对巴桑特说 儿子 我很小的时候 就和下面盖里刚的潘迪特巴结的儿子有过有益 我们的年龄也一样 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相处得很好 潘迪特巴结也非常爱我 有时衣服也买了 当时潘迪特巴结派我的朋友 Midjo去Vanaris学习 不久之后 潘迪特巴结 潘迪特巴结也带着全家移民到了特莱 Terry 移民几年后 我朋友的父亲潘迪特巴结去世了 我朋友的名字是哈里纳拉扬 他现在是加德满都的一位大占星家 在加德满都的高里加特 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哈里纳拉扬 儿子 你要把他的名字记在心里 如果你在加德满都的某个地方遇到问题 请提醒他就是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会记得什么 听完父亲的故事后 巴桑特幸福了 因为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米特巴的存在 也从未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他 对于巴桑特来说 他的心里长出了一堵厚厚的墙 他觉得去加德满都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俗话说 有志者是竞成 在加德满都做什么 以及住在哪里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 他即将从Panchasar前往加德满都 看来父亲卖掉山羊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他说 儿子 从这里去加德满都必须经过贾帕 我有一个童年好友 名叫桑达尔拉瓦蒂 孙德拉瓦蒂住在贾帕的比尔塔莫德 他驾驶一辆汽车从卡卡维塔开往达兰 如果你遇到了 你也许能够得到帮助 巴桑特牢记父亲的祝福 现在出发经贾帕前往加德满都 巴桑特从潘奇塔尔区的村庄向加德满都走去 来到比尔塔莫德 想起父亲的话 开始寻找桑达尔拉瓦蒂 在这么广阔的环境里 他根本就遇不到一个叫桑达尔拉瓦蒂的人 他知道有四五个人叫桑达尔拉瓦蒂 但他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桑达尔拉瓦蒂 认为与桑达尔拉瓦蒂的会面并不重要 他订了一张从沃特莫德出发的夜间巴士票 前往加德满都 走吧 加德满都的巴士就要出发了 副驾驶在车门里喊了一声后 巴桑特上了车坐在自己的B6座位上 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公交车上很拥挤 似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村庄 进入了城市 巴士开始行驶后 巴桑特对售票员说 嘿兄弟 你在这里丢人了吗 他说这个座位是预留的 据说是从达马克爬上去的 巴桑特又问 达马克兄弟在哪里 指挥微微一笑 乘客们也笑了 巴桑特一度感到震惊并闭嘴了 公共汽车向前行驶 晚上巴士高速行驶 途经达马克 一些乘客从达马克登基 一名中年男子也走过来 坐在巴桑特的座位旁边 他这样抬起头 就足以看向那人 有时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猜测 那个人的年龄 并在心里想 如果这个人属于潘切塔尔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更好 巴士继续前行 沉默片刻后 巴桑特问那人 你住在迦德满都吗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连那名中年男子 说话也是慢吞吞的 即使坐在同一个座位上 如果吵闹得厉害 他也会像叔叔一样开始说起 他介绍巴桑特并说 我叫桑达尔拉瓦蒂 我在达马克的房子在杜库尔帕尼 杜库尔帕尼杜库尔帕尼的高度略高于达马克的马克主广场 我已经搬到加德满都了 叔叔 你什么时候从潘奇塔尔来的 桑达尔说 为什么兄弟 我没去过潘奇塔尔 巴桑特又问 潘奇塔尔不是你的老房子吗 桑达尔说不 兄弟 我的房子属于达马克杜库尔帕尼 我之前说过 和 巴桑特再次问道 叔叔 你是指那座古老的山屋吗 桑达尔告诉 哦 你一直在问我们父亲的山屋 那是Terrassum区 巴桑特说 在潘奇塔尔有你的兄弟 不是吗 桑达尔说 我们的兄弟姐妹都不在潘奇塔尔 与桑达尔拉瓦蒂 Sundaylavati 短暂交谈后 巴桑特感到有点失望 见好奇的巴桑特的说话方式 刚才已经放松下来 桑达尔拉瓦蒂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假帕加德满都夜间巴士之旅 是一个过夜的旅程 有很多事情 在旅途中 他们都被询问了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长辈以及一切 巴士在一个名为Lagar的市场停下来吃晚饭 桑达尔拉瓦蒂 Sundaylavati去酒店吃晚饭 而巴桑特Bassante则坐在巴士上吃着达尔莫斯 大米和水 吃完饭后 桑达尔和巴桑特之间的谈话持续了一会儿 那时公交车上的乘客都已经睡着了 看到其他乘客都在睡觉 他们也犯困了 在巴士摇晃的声音中睡着了 大大小小的车站在路上来来往往 公共汽车通常会停在某个地方 乘客也坐在封闭的车道上 早上巴士上发出命令说在Marglin喝茶早餐 巴士也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所有乘客都以某种方式变得新鲜 从穆格林前往加德满都的途中 巴桑特也感觉到自己即将抵达加德满都 现在巴桑特急于向桑达尔询问很多事情 叔叔去了加德满都多少次 桑德说 兄弟通常是这样 但现在 我会在勒利德布尔一个叫纳西波特的地方住几天 而不是在加德满都 我亲戚的房子就在那儿 您要住在哪里? 巴桑特说 叔叔 我第一次去加德满都 然而 Vertemod和Demak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核心的 我假装买了晚上的巴士票 在Vertemod转了一圈 但我只看到了在巴士上能看到的达马克 加德满都怎么样 桑达尔心中想着 不知怎的 这个家伙并不是在追我 采取预防措施 他又问巴桑特 你住在加德满都哪里? 你要去哪里你住在谁家? 以及未来你将如何学习? 巴桑特说 叔叔 这对我来说绝对不容易 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 但加德满都是一座大城市 大家都说会慢慢调整 一开始可能会很困难 现在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不过 我父亲的朋友也在这里 相反 你知道吗? 他的名字是占星加哈里纳拉阳 他住在高里盖特 桑达尔说 兄弟 我不认识占星加哈里纳拉延 那个叫高里盖特的地方 就在高沙拉附近 我可以帮助你一点 剩下的事情你必须做 你看 加德满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我将在卡朗基下车 我将在卡朗基下车 前往 Narkipatlalitpur 您乘坐这辆巴士 在巴士停车场下车 然后登上前往 帕朱帕提高沙拉的巴士 然后在高沙拉下车 然后参观帕斯帕提纳斯 还有高瑞盖特在那里 遇见父亲的朋友 并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你看 他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是朋友 他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 如果您无法见到父亲的朋友 Mit Baba 高沙拉 高沙拉 也有一个达兰沙拉 Daramshela 只需很少的钱 就可以停留几天 桑达尔拉瓦蒂说 尽管我不是你父亲的朋友 但你可能会记得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我会给你卢比 500会帮忙 也给钱 巴桑特觉得很难接受 他把钱递给你 说你留着钱 这么说着 巴士就快到了卡兰基了 最后 桑达尔说 看 兄弟 如果你找不到父亲的朋友 那么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卡纳尔 我会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你给他打电话 他认识很多人 即使他不认识人 他也有能力找到人 他把卡诺的电话号码给了 Bassante 这样你就可以确定 最后说 即使卡纳尔的电话关机了 也可以考虑打电话 那个人很有帮助 但不要担心很多事情 并从我身边向他表达甜蜜的回忆 我是来找另一份工作的 巴桑特笑着摇了摇头 巴士停在卡朗蒂托克 Sundaylavati乘坐另一辆巴士前往纳西波特 巴桑特乘坐同一辆巴士到达巴士公园并下车 从巴斯帕克乘坐另一辆当地巴士巴桑特在高沙拉下车 他困惑地拜访了帕斯帕地 他向很多人询问了父亲的朋友米特布巴的情况 有些人不听他的 连听过的人也说不知道 他尝试了很多事情 但没有任何效果 正如桑达尔告诉他的那样 他到达了高沙拉并留在了达兰萨拉 第二天一早的情况就迎来了巴桑特 虽然他在房间里无法像昨晚一样睡着 但他还是醒得很早 尽管这张床比达兰萨拉晚上的公共汽车好 但他睡不着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巴桑特并没有失去勇气 在迦德满都的日子对他来说绝对不容易 因为他连电话机、手机都没有 达兰萨拉的大门一打开 他就去参观帕斯帕提纳神庙 他今天所做的帕斯帕提纳的达显体验 似乎与昨天的帕斯帕提纳的达显不同且更伟大 他不仅欣喜地在帕斯帕提纳地区见到香卡勋爵 而且还体会到了更伟大的体验 参观帕斯帕地地区让他有一种幸福感 那种喜悦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当他在帕斯帕提地区闲逛时 他可以在这些地方闲逛 这时候肚子就感觉咕咕叫 肚子咕咕叫 说明该吃早餐了 他甚至没有戴手表 他问他在那里遇到的那位先生现在几点了 那位绅士看了巴桑特一会儿 说道兄弟已经快十二点了 巴桑特说 兄弟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一家干净 纯粹简单的酒店 至少要花点钱 君子曰 再看曰 兄弟 为什么需要酒店 他在那里提供食物 去那里免费吃八宝粥和蔬菜 先生用手指指着这里向前走去 巴桑特再次陷入困惑 据其他人说 加德满都对他来说并不那么容易 帕斯帕地的旅程是为了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句话他在村子里听过很多次 今天他突然对这句谚语记忆犹新 无论如何悄悄地向用餐区走去 有些人排队吃布丁和蔬菜 他还坐在队伍里轻松地吃越来越多的热布丁和蔬菜 一边加八宝粥 他并没有想到后面会要钱 但他对刚才遇到的那位先生的话很有信心 所以他是粗心的 吃完八宝饭后 所有吃八宝粥的人都走动起来 没有人关心他们 那么他就确定了 食物是免费的 他心里一直都是这里有免费的饭菜吗 问题出现了 他脑子里找不到答案 于是他问在那里遇到的另一位先生 兄弟 这里的食物总是免费的 不是吗 他向这位绅士询问了他以前吃过饭的地方的问题 君子说兄弟不光是这个地方 这里那里中午总有午饭 这就是这位先生前往目的地的原因 现在八桑特得到保证 他不会在加德满都饿死 不过他想问一下 他是否可以永远留在达兰萨拉 他想确定一下 肚子饱了还担心什么 巴桑特到处观察着局势 在那里 他看到了提瑞耶普特里大楼 某处有一条沐浴溪流 某处有潘迪特的嗡嗡声 某处有拥挤的人流 甚至有一些烟雾从大楼后面冒出来 今天他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他开始思考未来的日子 他想渐渐认识父亲朋友哈里纳拉扬的人 并想询问是否在那里找到了人 然而从来过的人看来 并没有发现有人认识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当时他想起了桑达尔拉瓦蒂说过的话 他知道加德满都的达马克汉纳尔 就算他们不知道 他也能想办法知道 他查看了桑达尔拉瓦蒂记下的手机号码 但没有可以拨打的手机 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并拨打了某人的手机号码 那里传来声音 此时你拨打的手机已关机 同样 第二天巴桑特也以帕斯帕提纳的打险开始 他变得有些惊艳了 他已经达到了一种仿佛对某些人很熟悉的状态 此时已是下午12点左右 前一天送饭的人给他打电话 问哥哥去吃饭吗 是的 巴桑特简短的同意这个答案 纳人又问有多少人 巴桑特立即回答我独自一人 纳人说食物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有空的话跟我来吧 纳人继续往前走 当管理食物的给予者说必须接受某些东西时 巴桑特就会跟着他 他们来到河边 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和尚的人 巴桑特的食物提供者告诉那个人 巴巴吉应该接受食物 巴巴吉说他不能吃 然后他去找别人请求吃圣食 他说他不能吃 然后另一个看起来像巴巴的人被要求去吃饭 他还说他也不能吃饭 不仅是巴桑特就连巴桑特的食品供应商也感到惊讶 食品供应商询问巴巴吉拒绝吃饭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聪明的小家伙向巴巴指出 他可以吃东西但需要老板的许可 巴桑特的食品供应商按照巴巴的指示去找伯萨巴巴 并恳求请问一定要吃巴巴吗 伯萨巴巴说应该有多少人吃 听到伯萨巴巴的问题后 食品供应商说20人份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 你应该吃饭 伯萨巴巴说男孩们可以吃这些食物 但男孩们向每提供食物的人收取100卢比的费用 如果你同意 他们就会吃掉它 否则尝试其他人 听到伯萨巴巴的回答 巴桑特很惊讶 但就连食品提供者也感到惊讶 并说道巴巴吉再次建议不要打扰 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不拿钱吃饭的传统 最后餐饮承办人向伯萨巴巴恳求 巴巴吉以50人的速度 20人必须吃饭 之后伯萨巴巴提出了一个条件 如果你必须吃50卢比 你不会强迫多吃 双方达成协议 食品价格为50卢比 巴桑特和施食者在20个像巴巴一样的人的陪伴下回到了提供食物的地方 食物准备好了 大家匆匆吃完拿了钱就往目的地走去 巴桑特却发现了这件奇怪的事情 他一直注视着 巴桑特正在那里观察 今天是食品加工商亲戚Kiria的最后一天 来来往往的人们的队伍一直在不断地延伸 即使请亲戚吃饭 他们也只吃一种水果 找借口 怕撕怕地的乞丐不会饿死这句谚语 是村里的巴桑特听到的 今天这句谚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巴桑特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天 晚上他前往达兰萨拉睡觉 由于前一天的睡眠 他睡得很好 当他睡着的时候他会做梦 卡纳尔出现在他的梦中 卡纳尔与他父亲的朋友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相识也由来已久 因为卡纳尔让他遇见了米图布巴 那天晚上的梦让他快乐又安全 巴桑特一大早就起床了 巴桑特在达兰萨拉沐浴并参观了帕斯帕提纳寺 很快就回来了 大多数人不会在达兰萨拉停留很长时间 他们来了停留几天然后离开 巴桑特担心他在达兰萨拉的停留时间会很长 他想给卡纳尔打电话并与他会面 他接受免费食物系统而不是付费食物 巴宝饭和蔬菜吃的很多 他用一个男人的手机给卡纳尔打电话 当卡纳尔的电话响起时巴桑特心里一高兴 巴桑特说你好 卡纳尔叔叔和什里卡纳尔问你好 你想和谁说话 巴桑特说我是来自潘奇塔尔的巴桑特 无论如何我应该遇见你 我住在高沙拉的达兰萨拉 卡纳尔问为什么在达兰萨拉 巴桑特回答 叔叔我第一次来加德满都 达马克的桑达尔拉瓦蒂 给了我你的电话号码 卡纳尔问那个桑达尔不见了 巴桑特回复他离开了卡兰基 前往勒利德布尔 工作是什么 卡纳尔他为什么要给我电话号码 巴桑特这就是为什么你认识我父亲的朋友 卡纳尔你父亲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们在做什么 巴桑特占星师是哈尔纳莱恩 哈尔纳莱恩带不是住在 Gorrigat的占星家吗 巴桑特说 是的 是的 他住在古里哈特 卡纳尔啊 孩子 这样做 现在你应该离开达兰萨拉 坐公交车来这里吧 巴伯尔马哈尔带着行李先道 成功供汽车来 来到巴巴马哈查克后 下来到商务部后面 卡纳尔是所有店主都知道的 快来一点吧 我们来安排一下钱吧 我感到担忧 巴桑特说 好吧 他叔叔 与卡纳尔交谈后 巴桑特的所有困惑都结束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浪潮向他袭来 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结束了达兰萨拉五天的停留 巴桑特乘坐巴士前往巴巴尔马哈尔他在公交车上想 卡纳尔叔叔怎么样了 巴士在每个车站都停靠 一小时内即可到达巴巴尔马哈尔 带着行李在巴桑特下车 从巴巴马哈尔进入左侧后 有一些人坐在酒店门前的长凳上聊天 巴桑特走到一旁问道 卡纳尔叔叔住在哪里 坐在那个长男人身上的一个人问了相反的问题 他是来自达马克的卡纳尔吗 巴桑特摇摇头表示是 然后坐在那里的一个人站起来朝大路走近一点 给巴桑特指路 从这里一直往前走 稍微左转 沿着右边的路往前走 问在哪里拐弯 那么卡纳就被每个店主都认识了 你会准时到达 去问问吧 如果一定要问的话 不要问不行者 要问可能不知道的店主 巴桑特变得很高兴 卡纳尔叔叔的人气还是不错的 走了一段路后 他到一家商店询问 他说得更远一点 然后问得更远一点 然后他又说得更远一点 他继续问 叔叔 卡纳尔坐在另一边 卡纳尔叔叔在店主中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是一个特殊的原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去找卡纳尔叔叔 卡纳尔叔叔坐在房间里 一间厨房和另一间卧室 卧室里有两张床 厨房里有一张床 卡纳尔 卡纳尔 叔叔一家四口 包括两个儿子 卡纳尔性格迷人 聪明但乐于助人 巴桑特受到好评 卡纳尔叔叔让儿子去泡牛奶和糖茶 小儿子是十二年级学生 但他不敢去拿东西 父亲 人们都说到处都是只有付费 我感到羞愧去 儿子说 卡纳尔说去远一点的商店 说爸爸会把它给你 儿子来了好久 还带着牛奶和糖来 巴桑特在卡纳尔公寓过得很开心 事实上 卡纳尔家族的起源也是潘奇塔尔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情感上很亲密 卡纳尔与巴桑特父亲的朋友哈里纳拉扬很熟 并且时不时会见他们 卡纳尔非常了解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星座运势 他看过很多出生图 卡纳尔和巴桑特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卡纳尔说 伯 陪我几天 之后我会带你去你父亲的朋友家 巴桑特 好的 叔叔 卡纳尔明天我将带您游览加德满都 您还应该参观加德满都 巴桑特叔叔 你一天能游览这么大的城市吗 卡纳尔说 你必须知道如何旅行 这很有趣 别担心男孩 巴桑特说 好吧 巴桑特结识了卡纳尔家族的所有成员 他觉得每个人都很有趣 给人一种近亲一家人的感觉 第二天天就大量了 早上在卡纳尔公寓 记者们扔报纸 卡纳尔可以在早上一边喝茶和吃早餐一边阅读所有这些报纸 早上来接卡纳尔的人潮也不错 据巴桑特介绍 卡纳尔的熟人从国王到人民 从尼泊尔到美国 喝完茶和早餐后 卡纳尔让巴桑特做好准备 说他要去加德满都一趟 踢自行车两次后 自行车启动 吃完早餐后 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卡纳 说参观完加德满都就回来 他们骑自行车直接到达卡纳 在两分钟内 他描述了 卡纳尔公寓 并将自行车向前移动 然后是哈努曼多卡警察局 然后他们展示了桑德拉监狱 然后他们绕过Singadar Bar 最后骑上Pashupati 绕过Gate Vedia下面的Brahmano 然后骑自行车回到巴伯马哈 食物是在房间里准备的 他们吃食物 吃完饭后 巴桑特问叔叔 叔叔加德满都就是了 随便走走卡纳尔就是这样 男孩加德满都 懂的人容易 不懂的人 Number Sante很容易理解吗 叔叔 卡纳尔说 孩子你会慢慢明白的 谁在乎 巴桑特似的 卡纳尔我明天有一个紧急会议 后天早上我会带你去 你父亲的朋友家 准备好今天就围绕这个走一走 羊狗不会杀死羚羊 想一想卡纳尔叔叔的事情 巴桑特也很难理解 不管你明白与否 你都觉得人是好的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 他独自在巴瓦拉马哈尔周围闲逛 巴桑特想象他很快就会见到父亲的朋友 他的未来将会是美好的 他今天有空的时候写一封信寄给他的父亲 邮局的分局位于巴巴马哈尔 给他寄信也很容易 第二天早上 卡纳尔带巴桑特去见占星家哈里纳拉洋 让他骑上自行车 由于卡纳尔正在守卫哈里纳拉洋的房子 他们立即到达 在高速行驶的路上 巴桑特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事情 与此同时 他们到达了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家 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房子 比巴桑特想象的要大 可以容纳八到十辆汽车 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车也很贵 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驾驶是位于一楼 总体而言 在尼泊尔拥有较高社会 经济和政治机会的人 以及印度裔家庭成员和商人 都会前来寻求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服务 占星家哈里纳拉洋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式的 当他看到卡纳尔时 占星家哈里纳拉洋拥抱了他 他们的缘分似乎非常深厚 卡纳尔和巴桑特在三楼的会议是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查就到了客厅 每个人都公开的互相认识 哈里纳拉洋的妻子也来到客厅 卡纳尔与占星师家族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占星家擅长一世事物 而卡纳尔则擅长实际事物 卡纳尔揭示了占星家哈里纳拉洋和巴桑特之间关系的新事实 卡纳尔说 听着 兄弟 我同意你是一名学者 但是生命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你可能直到今天才知道 占星家卡纳尔兄弟 这是什么 卡纳尔今天我在这里讲述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今天的巧合也是如此 需要公开 因为今天这里有嫂子你和我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你想听的话 否则就不要告诉哈里兄弟 占星家今天必须告诉你 卡纳尔兄弟 卡纳尔 这个故事很有趣 很重要 也是和今天讲 占星家立即收听 卡纳尔然后听哈里纳拉洋的兄弟和 沃森萨的父亲年轻时 并没有加入友谊 我认为哈里兄弟的父亲 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父亲曾经非常疼爱哈里哥哥 哈里兄弟从出生起旧病的很重 无论他在山上尝试了多少药物都没有效果 之后父亲去找占星师丹库塔 以表明哈里兄弟的身份 占星师看到仪式系统后 这个男孩不太可能活下来 他们说行星的条件非常严格 哈里兄弟的父亲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 并要求解决办法 占星家说让他和一个同龄的男孩成为朋友 儿子的行星位置颠倒了 如果发生什么事 那男孩也会发生 他们说即使我死了 也会死同一个男孩 哈日哥哥当时三岁 在寻找同龄男孩交友时 巴桑特的父亲被发现并交友 哈里兄弟从去世那天起 就不再生病了 父亲很担心 苏勒布巴的意思是哈里兄弟的父亲 当他去了解儿子的情况时 他也应该带一些衣服 巴桑特的父亲时常生病 哈里兄弟五岁时 哈里兄弟的父亲再次前往丹库塔 会见同一位占星家 儿子该读书了 我想教我儿子占星术 有人问是否 占星家说事情非常好 给了哈里兄弟的父亲正确的建议 这位占星家给出了 瓦纳拉斯的一个古鲁进修所的地址 并请他送他去读书 在同一个进修所里 父亲带着哈里兄弟去学习 而你已经成为一名占星家和学者 哈里兄弟成为占星师或专家的小秘密 是你父亲很久以前告诉我的 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今天巴桑特勇敢地从潘奇塔尔来到加德满都 因为他想接受高等教育 我父亲的朋友哈里纳莱恩占星师知道 在路上问 他的日子很强 我从哪里来 我把他带到这里来 现在是哈里纳拉扬兄弟 巴桑特由你负责 当你叫他想读的内容后 他肯定会为你服务 卡纳尔的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都竖得笔直 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个故事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妻子握着巴桑特的手说 走吧 孩子 该洗澡了 然后你必须吃饭 我将向您展示下面的地方 巴桑特跟着他 卡纳尔也从那里请假离开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开始了他的工作 现在巴桑特已经变得像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家族的一员 命运的书写也很神奇 一个昨天还不被认识的人 今天却是一个真实的人 就像他自己一样 巴桑特按照自己的想法 用简单的方法从父亲的朋友那里找到了房子 他确定 他没有任何压力 他心里想 我会诚实地侍奉我的父母 我会做好分配给我的工作 当他到达安全目的地时 他再次想起了他的父亲和兄弟 他记得父亲卖山羊赚来的钱 他记得走路时所说的话 他记得桑达尔拉瓦地的建议 他记得达兰萨拉在帕斯帕地高沙拉的停留 感谢大家 他记得上帝抓住了他的手指 把他留给了他的朋友们 他为帮助卡纳尔叔叔把他带到这里而感到幸运 他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并从心底里感谢他 现在巴桑特只称他父亲的朋友为父亲 并开始称他的母亲为他的妻子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哈里纳拉扬 妻子的主要建议和作用是巴桑特 巴桑特 以这种方式讲话 由于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在瓦纳拉斯学习 他对印度人也产生了影响 同样 那些在尼泊尔具有经济 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的人 也成为了他的客户 哈里纳拉扬 赚了很多钱 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澳大利亚读书 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来尼泊尔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厨房工作 并打扫房子 有一名私人司机和家人住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 门口站着一名保安 这是从第四组雇佣的 厨房位于房子的顶层 库克·巴汉斯说阿姨他的房间在楼上 厨房旁边的房间里有各种祭祀物品 房子三楼客厅同一楼层还有其他房间 三楼的房间是占星师哈里纳拉扬和他妻子的卧室 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他们想什么时候睡就在房间里睡觉 在房子的二楼 维巴桑特分配了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大厅 用作图书馆 两个房间用于容纳客人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把他获得的荣誉和证书保存在一楼的所有房间里 巴桑特获取有关房屋状况的所有信息 其中一间客房很长 另一间则稍小一些 占星师哈里纳拉扬过去常常坐在那个长房间里为客户服务 外面的房间被用作等候事 巴桑特也有规律的工作安排 一进去他还拿到了一部手机 早上他去校园学习 巴桑特的工作从现在十点开始固定在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家里 巴桑特开始担任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私人秘书 他负责安排占星师哈里纳拉扬的工作日程 安排客户的日程以及完成其他随之而来的任务 随着巴桑特的到来 占星家妻子的工作量大大减轻了 他看上去轻松又快乐 就像一位退休员工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早上醒来 在例行公事后更新新闻 然后自学 从九点到十点 他们吃饭并为顾客服务 当他遇到像你想的那样愉快的情况时 我会处理 他会变得非常高兴 现在巴桑特已经达到了这个境地 他觉得自己有能力现实地了解加德满都的社会 定义社会的处境 巴桑特开始工作后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不得不倾听来人的声音 为了获得想法 巴桑特被安排秘密地坐在一个小木屋里 坐在里面的客户旁边 这样做是为了让客户不知道 由此可见 巴桑特能够倾听每一位客户的问题和问题 其中 占星家哈里纳兰中心的建立也是因为它是秘密且可靠的 有一天 一位顾客开着一辆昂贵的汽车进来 他非常害怕和担心他们看起来像是65岁左右的高个子金发学者 完成所有手续后 新人坐在哈里纳拉扬前面安排的座位上 讲述他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那个人是一位职业资深律师 占星家说你好 我们坐下吧 来到这个中心后 一切生活问题都被消除 人们得到平安 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幸福的度过余生了 这是相同的 告诉我你在说什么 资深律师说 大师 谁来说了同样的话 我的心里也很不安 也许这是生命行动的成果 占星家说 正确 人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做出错误的行为 动乱的种子由此埋下 有时候即使做好事也会因为环境的原因心里出现干扰 资深律师 是的大师 占星家就像当你去看医生时 你必须讲述所有的疾病 你必须向他们展示 还要讲疑难器官 秘密器官的疾病 同样 你也要告诉我你的生活问题 你必须从头开始讲述这个清单 它应该以某种方式讲述你的生活故事 之后解决方案就很容易出来了 资深律师说 行动如果 也许我犯了很多错误 所以我今天心情不平静 占星家讲述我之前的生活故事 资深律师已鼓掳原谅我开始了他的人生故事 老师 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我的教育是从正常的方式开始的 学习后 我成为了一名律师 原以为法律行业会很强大 收入也很高 但在法律行业 一开始律师连喝茶的钱都没有 客户不信任 对各种问题缺乏广泛的知识 律师协会也不太重视 即使在基地也很难不关心 我陷入了失业的境地 从此以后 生活似乎就很难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 有一天一个想法出现了 开设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并就妇女问题和问题提供免费服务并传播新闻 之后 一些妇女开始上门诉说自己的问题 写请愿书 写一些投诉 我的律师事务所开始看起来有点运转了 现在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开始来 渐渐的创收工作也开始了 从那天起 我意识到我是一名律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钱 在律师的费用下 我的名气越来越大 当漂亮的女孩客户来的时候 我开始喜欢取笑 尽管当时我已经结婚了 但我还是开始捉弄和抚摸来到办公室的漂亮女孩 渐渐的这个习惯变得更糟了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 我开始为那些无法通过肉体关系支付服务费的女性提供服务 在进入律师圈的同时 那些羡慕她能赚钱的律师的朋友也开始出来了 日子继续过着 对我来说时机似乎合适 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尽管她的妻子时常心存疑虑 但她很高兴她是一个能挣钱的丈夫 妈妈爸爸婆婆公共都很高兴 我的律师事务所也很成熟 这几天我也从一名普通律师转变为一名资深律师 我也经历了如何成为一名高级律师 新入职律师想来我所学习 我曾经更喜欢女律师而不是男学徒律师 他们也和我一起出去玩 新入职的女律师渐渐落入了我的魔爪 我渐渐递带她们去外区法院 也带她们去聚会 很多比我年纪小的女孩都成了我的女朋友 我过去常常与她们建立关系 我沉迷于那种文化 以至于见习律师都怀孕了 我无法阻止她们成为母亲 我曾经利用我的社会尊重让她们结婚 我曾经支付过一些费用 很多女孩子的处境都很好 她以尊重的态度经营家庭和生意 有的甚至被损坏 很多人都买过房产 在我40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 我未超过500名女性提供过服务 然而内心却并没有平静 现在我已经年老了 不得不面对许多女性的威胁 我也不得不陷入勒索之中 我很不安 正是因为我的收入 我才能为很多人提供经济支持 你必须掌握技巧才能赚钱 在我的法律职业生涯中 也有过很多技巧 一旦工业部长打电话给我 我就去了 他说 你被聘为许多行业的顾问 你从各地得到1000万卢比 但只有40%是你的 60%是我的 制作文件并提交给当局 与所得税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我也习惯了整天围着领导转 晚上去找实业家八卦 成名后 他在庭外辩论所收取的费用 比在法庭上辩论的费用高出数百倍 结合政府提出的问题 开展了各项工作 这些天 我成了去我律师事务所学习的 法律专业人士的牺牲品 我正在遭受勒索和电话折磨 我实质不能去警察局 这在社会上是受到尊重的 我不想失去它 我的心理压力很大 大师必须告诉我通往和平的道路 占星家我已经告诉你所有清单了 没关系 不要惊慌 其过失将被消除 下周一 应该念诵地球和平咒语 其中15万费用 我应该写崇拜材料去买 马兹申律师说 接受这张纸条 好的大师 在高纸律师 在高级律师离开后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离开了 巴桑特从后面的小屋里出来 那天的主要客户是资深律师 之后巴桑特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一般客户的事情了 巴桑特出生在潘奇塔尔的一个山村 在当地的气候下长大 他对加德满都的阴谋社会有了切身的感受 从这个环境中 他意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即使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不在场 他也会忠实地工作 父亲和母亲都为他的毅力和努力感到高兴 自从巴桑特来了 占星中心就更加闪耀了 早上 当他去校园学习时 不仅他的朋友 还有他的老师都对巴桑特的经历印象深刻 他学习成绩优异 我心中对占星师爸爸哈里纳拉扬 哈里纳拉扬的崇敬之情依然生存 他对母亲也表现出同样的尊重 他对顾客也表现出同样的尊重 由于巴桑特九点左右从校园回来 占星师问巴桑特为什么你总是早从校园回来 巴桑特不 父亲 我会完成我的校园学习 不会让我的工作被破坏 占星加你来后 我父亲对我说 你在找什么 听着 明天有一位VIP需要时间 你听得和今天一样吗 巴桑特是的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晚上睡觉时 巴桑特想象着 像前一位那样的律师会来吗 或者谁会来 最后他想 啊 明天你就知道为什么头疼了 第二天 巴桑特很早就从校园回来了 他清楚的记得占星加前一天提醒巴巴的话 上午十点左右 一辆黑色的昂贵汽车驶入占星中心的场地 底部的保安人员帮助将车保持在一侧 那辆车的司机坐在下面的房间里看杂志 而坐车的VIP顾客则到达占星师哈人阿雷的服务中心 这些贵宾按照规则就坐 今天的贵宾看起来也像64岁和65岁 在与占星加的初次交谈中 巴桑特得知此人是一位最近退休的法官 巴桑特连好的律师都没有见过 直到来到占星家面前 那法官呢 今天他有机会采访了律师 今天和法官一起 在占星师和客户之间的对话开始之前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法官的平衡画面 很快对话就开始了 前法官说 大师答山 占星家回复答险 前法官说一个人的心灵在哪里找到平静和导师 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如何找到工作 之后就是升职的紧张 又是家庭进步带来的紧张感 很多工作压力很大 如今即使退休后也存在压力 大师我的心很不安 心应该平静下来 占星家说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前法官说 就是这样 大师 占星家说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过去的信息 生命的后期并不意味着让生活陷入混乱 如果你对自己在服务期间的行为保持开放态度 这将有助于给内心带来平静 前法官问 不谈论过去和事情吗 占星家说 同样的过去现在引起了骚乱 这个老年是过去行为的产物 前法官说 无论现在发生什么 上师应该给予心灵平静 我去看医生多少次了 医生说我不能 很多朋友都说来到这里后内心找到了平静 占星家说 当然你也会得到平静 现在记录一下您的出生 教育 就业和退休的简要历史 前法官说 我出生在卡夫雷区的一个普通家庭 我们家是一个农民家庭 农田虽然是土地 但也出现了即使努力工作也吃不饱的情况 我在村里完成了中学教育 然后来到加德满都 像村里的兄弟姐妹一样开始学习 读大学时 我们四五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学的是法律 还拿到了律师执照 当时司法部门开设了一个职位 我进入了工作岗位 后来我成为一名地区法官 并在职业生涯的后期 以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份退休 这就是我短暂的一生导师 占星师说 这样 村里一个普通农民儿子的工作周期就完成了 但是伸张正义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 这就是你们今天不安的根源 还要保持司法过程中的程序畅通和干扰 换句话说 明确你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伸张正义 前法官说 大师 我会告诉你一切 然而 这仅限于大师和我似的 应该是占星家说 没必要担心这个 它会发声 前法官说 古鲁 我正处于一种 忘记我一生中做过多少善事的状态 然而 审视自己的生活 我也感到遗憾 还有一些仇恨 很多事情似乎都做错了 我对今天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不安 占星家说 去说 前法官发言 我是第一次入职的参加工作之前 我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刚开始的时候 一边做正义的事一边要拿钱 没想到钱会来 然而 这种情况将继续发生在尼泊尔的工作中 不知怎的 钱就来了 钱有时由当铺管理 有时由律师管理 有时由中间人管理 就这样 几乎每项工作都开始赚到很多钱 占星家想了解更多 并说 还有其他人 前法官说 我告诉你 古鲁 起初 他并没有那么在意 但后来他却对金钱上瘾了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 检察官准备的判决书也得到了同意 从警察到政府检察官再到法庭都有设置 在区法官的情况下 财产达到期待 足够的土地是以配偶的名义购买的 占星师说 收入不错 然后继续说 前法官说地方法院 因为钱是通过乐趣赚的 我的爱好也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当时案件要审理时 调解员提出 他可以不花这个钱 但可以到他想要的地方过夜 该案的判决有利于该女子 之后 我就开始在假期里和那个女人一起出去玩 可是哪里有那么容易招待一个作者的人呢 你到处都会找到你认识的人 在此 我应该对避开记者和律师感到惊讶 为了玩得开心 我必须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 像普通人一样 我们和上师的生活是多么轻松 占星家说 继续说 前法官说 一开始我的心并不倾向女性 但渐渐的 这种渴望就增长了 然后一点一点的变成了一种习惯 我和第一个女人有一年的秘密关系 我也必须给我的室友时间 工人的妻子在心理上认为丈夫应该把他们留在这儿那儿 以前及时安排时间很容易 但是如果外面的女人增多了 时间就很难安排了 起初我和一个女人有过关系 随着地区的变化 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有志者是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 工作生活的乐趣是不同的 当我在地区上诉法院晋升时 但习惯是一样的 仍然存在 该地区的失败方开始越来越关注 服务设施不存在不足 人民在法官面前会感到害怕 律师、员工过去都是法官来的时候自己就明白了 一旦发生任何事件 区警察局长和区办事处就成为案件的帮手 我还将访问范围扩大到所有部门 我与执政政府的人民 几乎所有各政党的领导人以及邻国的外交人士 有着非常牢固的关系 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时间和我的资历使我成为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实质来看看首席大法官的梦想 时间没有给我这份礼物 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看到了一种世界 然而来到最高法院之后 世界的范围就不一样了 我在执行司法时得到的礼物很棒 那时我的家庭网络也已经在欧洲和美洲建立起来了 另一方面 尼泊尔却伸张正义 过去经销商给我在欧美的家人安排了厚礼的金额 好处会很好 我的家人大部分都成为了欧美的大商人 有些人不得不投资那些有虚假关系的人的名字 这也存在风险 我们员工也有义务 管理工作即使再难也必须要做 然而今天这些自己的行为已经开始伤害我的心 看来犯了很多错误 更重要的是来到最高法院后 我的身体开始感觉好像变老了 提交最高法院的案件给律师和法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离开时开始屈服于金钱的诱惑 当时通过律师获悉 本案中委托人还将为一名24岁的处女提供享受便利 她与其说是律师不如说是中间人 然而她的背后却是律师协会 在我编辑的后续几期中除了数量之外 还有处女的设施 这些与工作经验和正义是相同的 我的机会结束了 我也是出身高位 还有很多人利用我过去的感情和表现来敲诈和威胁我 我很高兴看到 然而我内心却因为自己和他人而感到非常不安 我希望我的余生能够平静地度过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古鲁 占星家笑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 现在说完 两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她的司机正在下面等着 前法官走出中心 此后占星家哈里纳拉洋还负责当天的其他辅助任务 巴桑特也离开了秘密中心 当他离开屏住呼吸的地方时 他感觉自己仿佛在空中飞翔 巴桑特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乡村的人们 乡村的环境 城市的环境 以及城市人的画面和自然 他感受到了形势并继续前进 巴桑特把他的母亲称为父亲和母亲的占星家 并不缺乏对他的爱 巴桑特还时不时地将费用账单寄给他在潘奇塔尔的父亲和兄弟 巴桑特已经成熟了 他更了解社会的面貌 一种应该诚实学习 报效国家的感觉被唤醒 他心里生出一些想法 即使我是律师 法官 我也会诚实地工作 步伐不会松懈 做出自己的想法 当一个普通顾客来时 占星师告诉他 没有必要听他的 巴桑特被告知 只有在特殊顾客到来时 才坐在秘密房间里聆听事件 一个诚实的巴桑特只会做以下事情 第二天 占星家巴巴又告诉巴桑特 明天会有一位贵宾来 你应该做好安排并倾听 第二天 巴桑特很快就从校园回来了 准备占星中心 同样 早上十点左右 一辆昂贵的汽车来到了占星中心的场地 底部的保安人员帮助将车辆保持在一侧 司机坐在一楼的报纸阅览室开始阅读报纸 而贵宾则到达楼上的占星中心 他按照规则入座 这时巴桑特已经到达密室了 一时间 占星师和贵宾之间有了初步的讨论 巴桑特仔细地听着最初的谈话 意识到维普是一位大商人和政治家 巴桑特坐在那里的密室里 非常小心地处理着咳嗽 打喷嚏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生活比在监狱里还要困难 巴桑特必须坐在那里听一切 在成为大人物之前 他是一名商人 后来为了掩盖商人而从政 占星家对他说商人 巴桑特在密室里 从现在开始 占星师和商人的对话仍在继续 占星家说商人 怎么了 商人说即使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也有一种情况是行不通的 即使我们说这是可以的 但它也不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到中心 是为了摆脱对现在和未来的担忧 占星家似的先生们如果不来这里你们会在哪里 他必须来 商人说所有的朋友都是在心烦意乱前途未卜的时候才来到这里的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大师 占星家其他时候的外部环境也是如此 来吧商人 你应该打开今天需要的大门 商人说好吧 大师 我们从哪里开始 占星家说心中有疙瘩的地方 就应该打开这个洞 商人说大师 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商业还是政治 占星家看着他的脸一次 商业对你有好处 但你不能离开政治 商人说啊 占星家说你是怎么开始做生意的 简单的告诉我一下 商人说我不是来做生意的 大师 我出生在一个商业家庭 我的父亲是一名商人 祖父也是一名商人 我们家族经营生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占星家说现在你全家都在做生意了 问题可能出在生意上 告诉我你对我的期望 商人说首先让我告诉你背景 大师开始讲述他的短篇故事 我们家的主要产业是做生意 早期社会需求很少 物品也很少 即使按照这个进行交易 也会有利润 这项生意在我祖父时代很常见 但在我父亲的影响下 生意变得有些紧张 在我父亲的时代 我常常将珠宝和其他物品从拉萨带到加德满都并出售 他们过去常常从巴拿勒斯带来并出售沙利 加伦特 蒂卡 库尔塔 萨尔瓦和其他商品 拉纳家族 沙阿家族 塔帕家族 潘迪家族 牛瓦里社区的精英家族不得不挨家挨户推销这些货物 富家子弟来店并不是因为他们高级有钱 当时 我们家在Indra Hawk也有一家名为Jewelry & Surry Center的商店 供普通人使用 挨家挨户的生意和因陀罗集市的商店都有不错的收入 我从小就有机会学习经商 我父亲在晚年还开设了各种行业并开始发展业务 公司开始以所有亲戚的名义开设 政府还提出了对行业给予优惠的策略 还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便利 由于公司是以所有亲属的名义注册和经营的 因此需要一个散事组织 此后 苏希拉尔集团公司成立 投资并监管我们亲友的公司 苏希拉尔集团公司是在我父亲的倡议下注册成立的 苏希拉尔是我祖父的名字 我是班希达尔 我是苏希拉尔集团公司的现任首席执行官 苏希拉尔集团公司的投资范围涵盖 爱心业 饼干 大米 豆类 肥皂 萨来 糖 面条 叉子 水泥和水力发电等制造业 同样 苏希拉尔集团公司也投资于服务业 银行 保险 医院 酒店 教育机构等领域都有大量投资 除此之外 媒体领域 信息技术领域也有大量投资 总体而言 苏希拉尔集团在尼泊尔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尼泊尔政府 反对党都知道我们的组织 所有政党也都得到了我们的捐款支持 尼泊尔企业界还有其他公司 但在我们之前 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认为是正常的 最近几天 我们统治尼泊尔经济世界的又一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这是这个故事的摘要 当我父亲注册苏希拉尔集团公司来管理尼泊尔的投资行业时 我刚刚完成学业并进入该行业 我的家人和公司对我充满信心 我们公司的声誉一下子就提高了 这件事传到了尼泊尔国王那里 当时的理解是国王在尼泊尔做生意并不好 然而尼泊尔国王内心的愿望却是贸易 有一天 国王召我进宫 我去了宫殿 我很受欢迎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到国王面前 我变得快乐了 国王询问新闻 商业新闻 我尽可能多的讲述了 最后国王对我说 如果我给你一百亿 你会怎么投资 还有你给我好处的比例是多少 起初我不相信 但国王说他想要一个答案 后来我才知道国王真的问了 我回答说 很多公司都离我们很近 我们还有一个散事组织来监视他们 我们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全国各地的工业 即使投资是在我们的名下 资本仍然是您的 我们将根据要求退款 扣除费用后 我们将保留25%的收入 75%的利润将归真正的所有者所有 我们将根据您的意愿投资该资金 之后 第二天 国王就把我和我们苏希拉尔集团公司的代表叫到王公 我们当时就去了 国王准备投资百亿卢比做生意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 我会杀了你并没收公司的所有资产 在此之前 整个军队的指挥权都掌握在国王手中 没有人可以取消国王的指示 当时国王在没有任何文书的情况下给了我们100亿卢比 我们用这笔钱管理了所有公司的投资 所有公司都开始盈利 我们所有的公司都实现了盈利 准备了一本账簿 我们正准备将利润提交给国王 突然一场像达尔巴屠杀一样的可怕屠杀发生了 皇宫大屠杀中所有王室成员全部被杀 我们非常难过 然而我们的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去支付那百亿的金额了 当所有这些钱突然变成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处理了 达尔巴大屠杀后成立的政府试图迫使我们了解一些事实 间接的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 但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拿了钱 也没有相关人士出面解释 那样的话 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约束我们 然而我们之间的恐惧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从法律上讲我们没问题 一段时间后 税务局开始对我们所有公司进行税务调查 我们开始多元化投资 因为这是政治 它可以转向任何地方 除了尼泊尔之外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投资了印度 新加坡 迪拜 非洲 布丹等 然而我们继续收到来自各地的国际组织团伙的威胁 很多时候甚至连家人也被绑架 支付赎金后 我们摆脱了他 大师 未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如何安全 占星家说 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不过 不过现在合适的时机即将到来 为此需要地球和平 商人说大师 商人说大师该怎么办 占星师说这样做在周一的某天来 地球应该有和平 在纸上写一些东西附带这些物品 而且费用是十五万 把那个也带来吧 商人从座位上起身说好吧 请假后离开 之后 占星师也换了另一份工作 巴桑特也从密室里出来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他感觉自己听到了生活的新部分 巴桑特到达加德满都已有几个月了 在潘奇塔尔村民的手中 他送给了父亲一部手机 此后 他根据需要与父亲和兄弟保持联系 了解情况 多年后 在他的父亲和占星家父亲之间建立了联系 占星家寄的给朋友 让他们寄的小时候 两人都有一个幸福的环境 随着巴桑特的到来 占星师夫人的工作压力减轻了 如今 他长期参加感兴趣的宗教项目等 巴桑特发现人们在加德满都从事各种活动 他亲眼看到有的人在做善事 有的人在做坏事 他回顾人们的活动时说 无论采取什么行动 结果都是一样的 占星中心非常拥挤 对于普通客户来说 服务费是正常的 特殊VIP客户需支付特殊费用 在空闲时间 巴桑特参观了加德满都的所有修道院 当他有手机时 他也会给孙达拉瓦迪和卡诺安扣打电话 所有健康和状况询问仍在继续 孙达拉瓦迪和卡诺叔叔都很高兴看到巴桑特的进步 巴桑特将500卢比的钱退还给桑达尔拉瓦地 你必须开始旅程 目标会自己找到巴桑特从学校老师那里听到这句话 今天感觉好多了 当他有空闲时间时 巴桑特还会去高沙拉的达兰萨拉 他还去了以前在怕书怕地没钱可以随意吃饭的地方 现在却觉得吃起来羞耻了 占星加巴巴再次表示明天会有另一位贵宾到来 巴桑特明白 他开始为明天做准备 加德满都那是星期一 路上挤满了钱来参观帕斯帕蒂纳特神庙的人们 天空非常开阔 巴桑特也很快从大学回来 Gorrigat到他的大学的距离很近 也许他有很好的远见 他可以在附近的校园学习和工作 他准时回家吃饭 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倾听特殊的人的声音 十点左右 一辆这样的好车抵达占星中心 之前他见过一位男性VIP顾客 今天人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位类似的50岁妇女 当占星诗巴巴指示他应该听贵宾的话时 他到达了秘密房间 那女子也按照规则到达了星象中心的座位 占星诗和女人之间进行了一些初步讨论 从最初的讨论中巴桑克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位政治领袖 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占星嘉问 姐姐有什么消息吗 女人回复好的大师 占星嘉问 国家政治进展如何 女人怎么说呢 古鲁 过去反对党的人民是我们的对手 但现在我们自己的人民更加紧张 紧张就是紧张 每个人都奔向上师以摆脱紧张 大师 我的紧张应该立即释放 占星嘉说 人们常常因为过去的行为而感到压力 在这里列出你的生活清单 以便你的行为清晰可见 之后我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女人说 我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压力 我该从哪一点说起呢 占星嘉说 为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保持和平与稳定 你必须讲述你从小的事迹 女人回答 好的 大师 女子泪流满面 开始讲述她的问题 我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女人 我出生在扎扎克特区 我出生的地方居住着一些政治世家的人 他们与军队和警察局长的关系也很好 该地区的商人也是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很好 我看到了 当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 贾雅科特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步行几个小时去学习 尽管困难重重 我还是完成了学业 即使这样我还是很想读书很巧的事 区里的一位政客带我去了凯拉利市 哪里有大学可以学习 从来到凯拉利的第一天起 我就面临着经济问题 我处于读书和生活都困难的境地 有一天我坐下来 一位来自贾雅科特的政客来了 他通过向我透露安慰的话来表达他的爱 我也告诉了他我的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在尼泊尔根节找到一份工作 他会和他认识的人谈谈 我不能为这种情况提供帮助的人 他带我去了尼泊尔根节 我也不得不和像我祖父这样的人一起住在旅馆里 那时我19岁 他晚上和我保持身体接触搜索我抗议但不能 一个像我祖父那样年纪的人打扰了我 我刚刚步入青春 在看到了许多美丽的人生梦想后 却万事待我一夜 似乎第二天之后 一个人就会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 我环顾整个世界 我看不到有人站在我这边 我就像一条从河里捞出来 却留在沙滩上的鱼 人是环境的奴隶 我从我的处境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位祖父无法给我在尼泊尔根节找到工作 但他让我在尼泊尔根节待了几天 我听从了他的话 并强迫自己跟着他 最后他送我带着一些钱去了凯拉利 然后去了迦德满都 有时他会来凯拉利并住在我家里 他接受了他的一切 并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凯拉利读书 我也在那里当过导师 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十一到十二的学校教育 我从凯拉利得到了伊尔 我从小在偏僻的大山里长大 即使来到特来之后 我也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环境 爷爷受苦了我 我也受了凯拉利警察的苦 我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童真和隐私 当我看到自己的生活时 我曾经感到无聊 活着彼此更好的想法有助于生活 我多次尝试自杀 但都失败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从山上坠落的瀑布 无论我留到哪里 无论撞到哪里 我都继续留 我想我只是被时间的洪流困住了 我的旅程有可能改到前往加德满都 因为我认为加德满都对女性来说比凯拉利更安全一些 我来到加德满都是为了寻找工作和学习的愿望 在加德满都有一大圈来自贾雅科特的政客 自从我离开凯拉利后 他们就一直在间接跟踪我 凯拉利是一个小地方 有些人有同情心 但加德满都更加严厉 通过与扎扎克特的联系 我在情感上也被同一个群体所困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参加了加德满都一所女子学院的毕业典礼 我开始读书 我相信女性也应该学习并成为伟大的人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摆在我面前的路却十分艰难 不满荆棘的道路贪软地躺在我面前 在大学里我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学生政治 也许是因为我的生活与其他女孩不同 所以我脱颖而出 来自农村的学生有很多问题 我曾经尽可能地帮助我所有的朋友解决他们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学生团体的政治 全国各地都有该团体的母党 我早年在贾加科特见过的那些老年人都是该党的领导人和工人 我再次不得不接近他们 曾经有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来加德满都学习 以前朋友们都认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女孩们常常要求我安排工作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们在哪里找到工作 即便如此我仍然充满希望 加德满都是一座非常奇怪的城市 到处都有一个阶级 他们的财富不断积累 而在这个城市里也存在着一个连流落街头也吃不饱 睡不着的阶层 富人非常富有 穷人非常贫穷 我成为学生领袖的消息传遍了所有军官 警察 政府高级雇员 商人和党的领导人 我曾经通过凯拉利的行政机制收到奇怪的建议 那帮人以前让我去管理女孩子 他们经常用金钱来引诱我 我是一名学生领袖 有一次一位部长让我去不理讨论 但他让我一个人来 他是我们党的部长 我去进行一些讨论 那位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行为不端 外面有警察在提供安全保障 里面他却未经我的同意就犯下了滔天罪行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我也无法说出这件事 当我从那里回来时 很多事情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我分不清对与错 渐渐的我被环境的链条所束缚 城市的富裕阶层在党的幌子下把很多地方的学生留住了 我们学生领袖成了协调者 很多村里的姑娘因为经济困难都做好了那妾的准备 甚至成为了妾 许多办公室的负责人 富人阶层每月支付开支并保留多年 即使经过这样的学习 一些女孩今天仍然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官员 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教学服务方面也取得了成功 我超越了大学的范围 我到达了学生组织的国家领导层 在学生组织的幌子下 我开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为尼泊尔女孩提供服务 我开始认识钱了 赚了很多钱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连接了加德满都的许多房屋 当我赚了很多钱并通过了一个阶段时 我已经接近33岁和34岁了 我也想要婚姻生活 我嫁给了一名公务员 我丈夫参加工作考试时也很困惑 35岁那年 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军官级别的职位 欣喜若狂 我们的年龄很相配 我的丈夫是一名公务员 不得不调动到不同的地区 当我从学生领导曾晋升时 即使在结婚后 我也面临着与家人和大多数党的领导人 保持身体关系的压力 大部分党的领导都安排时间和我进行身体接触 结婚后不久 我的两个儿子也出生了 我在没有让我丈夫知道的情况下 对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进行了DNA测试 但结果与我丈夫不匹配 然后我变得非常担心 必须对党的多位领导人进行DNA测试 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很多医生的帮助 最后我两个儿子的DNA 和党的两位领导人相匹配 我向那些领导人解释了事件的经过 领导告诉我两个办法 一是在党的帮助下成为国会议员 二是杀死两个儿子 我从悬崖上吊了下来 我选择了成为国会议员的道路 这些领导人都是部长 我认为不可能不同意 我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了国会大厦 我也做了很多演讲 还有其他女性成为议员 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所有女议员的生活故事 不过我没有向任何人询问过他们的情况 今天我的议会任期也结束了 年龄逐渐向老年迈进 额外工作的压力也在减少 我的家人有很多财产 我害怕看到我丈夫的诚实 我担心我儿子们的未来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天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新的干扰就是干扰 古鲁琴给我的生活带来平安 讲了这么长的故事 他确实用手帕擦了擦水汪汪的眼睛 占星家说 当然你的生活会充满平安 我会安排这一切 确定 女人说 我完全相信你 古鲁 占星家系上这个花环 周一来执行行星和平 给出当天需要的材料清单 听着地球和平的费用是卢比 如果是15万的话 请拿来 女士们说 费用可以减少一点 大师 占星家说 占星家说 和平比金钱更重要 你不敢吗 笑 女人说是的 大师 现在我走了 女人搬出占星中心 其他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巴桑特也咬了咬舌头 走出了密室 巴桑特不断变得经验丰富 他善于利用金钱 钱也开始妥善寄给父亲和兄弟 由于占星师的收入很高 所以他给了巴桑特花钱的自由 他还对潘切塔尔的房子 进行了很好的维护 欣赏山区巴桑特的人也开始增加 另一方面 在加德满都 巴桑特也推进了他的校园学业 他开始成为班上的第一名 就像正在生长的植物的光滑叶子 巴桑特进步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周六占星中心也是放假 巴桑特利用这一天来学习其他额外的知识 他通过参观加德满都的各个宗教和历史古迹来获取知识 有时他到达Kartipir-Bag-Bai-Raw 有时他到达Chandra-Giri山 有时他收集有关Darkshankali地区内村修道院的事实 他参观了加德满都周围的所有历史和宗教场所 获得知识 让自己更加成熟 巴巴位于高里盖特的占星中心是巴桑特的主要工作地点 他非常勤奋 他很好地得到了父母的爱 巴桑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这里有一位慈爱的母亲 当特殊的贵宾到来时 他坐在密室里聆听一切 占星家特别用这种方法来使巴桑特成熟 同样第二天另一位VIP也抽出了时间 他得到占星家的建议要仔细聆听 这样他就在前一天得到通知让他做好准备 第二天巴桑特从校园回来做好了准备 一名妇女来到占星中心大楼外按响了门铃 下面的保安打开了门 女人进来了 保安人员也被告知 今天会有专人来 保安人员询问上面的占星家 那个女人是不是今天特别的女人 是的 如果你发了 稍后会发上来 巴桑特已经坐在密室里了 女子按规矩入座 占星家和女人之间进行了初步讨论 从初步讨论得知 该女子在多方面都是受害者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萨拉 一段时间后 占星家和萨拉之间开始对话 占星家说 姐姐有什么消息吗 萨拉回答 周围都是黑暗 古鲁 占星家说 应该乐观 你已经来到这里了 一切安好 来到这里之后 所有人的心都平静了 告诉我 你有什么问题吗 萨拉说 问题无处不在 大师 生活变得黑暗 所有的生存基础都被打破了 我的心乱了 我的心满了 这就是为什么来到这里 占星家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要找工作 咒语应该为地球和平而奉献 因为你应该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简要讲述您工作的生活故事 萨拉说 必须说 心灵也会变得轻松 占星家说 告诉更多 萨拉说 好吧 萨拉说 开始讲述他 开始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我们从努瓦科特来到加德满都已经很多年了 我想从头说起 占星家说 占星家说 萨拉说 当我结婚时 我大约二十岁 房子里住着一家人 有父母 丈夫和丈夫的妹夫 结婚后 姐夫的家人就开始取笑我们 家里的所有事物都有姐夫打理 他突然离开了 由于我们无法留在努瓦科特村 我们来到了比托卡稍远一点的加德满都 开始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丈夫以前从事一般新闻工作 收入并不多 当付不起房费时 我就开始推车卖菜 卖菜的钱和我丈夫的一些收入 勉强够我们的房费 起初我们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挣扎 后来我生完孩子后 我们就开始住在两个房间里 同时丈夫工资低 自己也无力支付工资 我们的谋生手段全靠车子 我们怀着工作不分大小的感觉 开始经营菜店 在某个时候 当我们的收入多一点时 我们也开始为儿子的未来储蓄 渐渐的 儿子长大了 开始读书了 时间过得多快呀 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12年级 学校曾经给过奖学金 因为儿子学习成绩第一 我们松了口气 当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12年级时 然后他就开始说他要去澳大利亚读书 和他一起读书的朋友都在准备出国留学 国内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甚至不能让儿子去尼泊尔读书 以孩子的名义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我们想实现他的愿望 最初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需要花费250万卢比 去了村里 把农场卖了 多达十二十万人前来 我们没有其他资产可以出售 卖掉我的珠宝 我赚了二十万 由于一千一千万还不够 所以我们就从两个人那里拿了钱 尽管放债人愿意提供资金 但利率非常高 但我们无法为儿子的未来做出选择 两个放债人准备给我们一千一千万的钱 规定一年后给十一十万 给二十万 他们拿走了我们的两百万卢比支票 日期是一年后 这是眼前的问题 儿子也去了澳大利亚 此后不久 登革热疫情在加德满都蔓延 登革热找到了我们家的所有四名成员 我们的经济非常薄弱 而且随着登革热的袭击 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问题 我丈夫也失业了 我们没有更多的米饭可以吃了 他的岳父当时死于登革热 情况变得非常困难 人们帮忙把岳父的尸体从房间里搬出来 后来我们就成了他婆婆的弟子 我们从认识的其他人那里贷款 当时我们又欠了三十万的债 却救不了婆婆 我的丈夫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但日子很坚强 很幸运 他康复了 之后 我们两个人又以推车卖菜为生 欠我们钱的债主不断上门要钱 如果您没有钱 请签发支票 他们过去常说要多发一点金额的支票 进入限制后 该解决方案不起作用 我们被迫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所有这些支票都一点一点被退回 所有支票带来者都提起了支票据付案件 警察逮捕了我的丈夫 他被拘留了二十五天 但我丈夫无法退款 一张两百万卢比的大支票也被退回 大小案件共涉及二十五十万卢比 我的丈夫成了骗子 按照国家规定 他必须缴纳五十万卢比 没有人出来帮助穷人 这些天他在监狱里 我一个人推着车去卖菜 心里总是很难过 丈夫是否出狱 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 我连死都不敢 活着也很难 晚上没有睡觉 白天没有饥饿 灵魂在燃烧 大师 我想要和平 救救我大师 占星家说别惊慌 姐妹 你应该周一来 咒语应该为地球和平而奉献 他给了一张画有鲑鱼的纸 这样你就可以带着他来 听着地球和平的费用是一百五十 当天也带来 萨拉说是的 古鲁 之后萨拉拉离开那里 随后巴桑特也离开了密室 巴桑特哭着走了出来 没有哭的巴桑特今天怎么变得情绪化了 一直在占星中心思考和工作的巴桑特看到了占星师昂贵的收费 而占星师告诉那个女人星球和平的费用只要一百五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非常便宜 占星家的慷慨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占星师很棒 对父亲的爱更加强烈 之后晚上巴桑特前往帕斯帕提纳神庙 他参加了晚上的Arty 而且来晚了 他看上去很悲伤 他来来往往到他母亲身边 也向那天做饭的阿姨致敬 就连做饭的阿姨看到这些活动都感到惊讶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总是人头攒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来到 加德满都不难猜到这里的人群有所增加 不过因为加德满都的天气好 所以来加德满都居住的人都喜欢这个地方 巴桑特也在加德满都的人群中 他做每一件事都是诚实的 另一方面 前来占星中心寻求服务的人数始终是相同的 第二天 巴桑特也得知另一个特别的人花了一些时间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那些人是办完所有手续才来的 巴桑特走进密室听他讲故事 在特别对话开始之前 占星家和男人之间有一些对话 巴桑特听着声音 发现这名男子来自莫朗 定居在加德满都 他的名字叫维克拉姆 过了一会儿 占星家和维克拉姆的谈话开始了 维克拉姆说 我的压力会消失不是吗 占星家说 当然 相反 你的生活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告诉我维克拉姆说 我该从哪一点说起呢 占星家说 如果可能的话 从童年开始讲述 否则 从问题出现的地方开始讲述 维克拉姆说 是的 古鲁开始讲故事 我在我的生活中犯了罪 我是一个罪人 他开始哭泣 我出生在莫朗区乌拉巴里下方的一个农民家庭 我们的童年是在暗时干农活中度过的 我们村的水稻 玉米 芥树种植状况良好 其中一些还被用来种植桑帕特 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土地 曾经有人拥有一个bigger到十一个bigger 我们小的时候 村里没有拖拉姬 所有人都借助牛或黄牛来离地 种下的植物也是用种耕的方式种植的 不仅是我们一家人 整个村子都对我的成长感到高兴 我们家有五口人 妈妈 爸爸 两个姐妹和我 我们的土地已经足够了 那片土地是以我们母亲的名字命名的 雨季的时候 放眼望去 稻田中央 农田边上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 每个人的房子都在路边 他本来会到达农场的 雨季的时候 父亲总是扛着梨来耕田 我们也常常和父亲一起去农场 我们以前在街坊里 常说靠工作赚钱 靠学习读书 我们常常用流水洗手洗脚 虽然我还小 但父亲很爱我 那些时刻的快乐也许是找不到的 即使你去了天堂 这些都是雨季的回忆 每年 稻子都会在德赛一时开始成熟 达赛晚来的那一年 稻谷在达赛前后成熟 达谷的那一刻 农民脸上的喜悦表情是无法形容的 做着鼓舞人心 令人兴奋的工作的快乐 晚上采摘和吃水果的快乐 去邻居采摘和吃水果的快乐 啊 我在这里描述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仅仅存在于我的家人之中 村里的情况和我的生活一模一样 人们可以在夜间步行很长的距离 从达马克上方的 Mildongi营地和Pasari营地走了一整夜后 人们过去常常在天亮的时候来我们村子收割稻谷 他们住一夜后就会回来 说营地会很性感 村里的治安状况良好 他们过去靠耕种田地谋生 节日的所有费用和孩子们的教育费用都是靠种植的农作物来支付的 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有人邪恶的目光 顿时气氛就恶化了 村里的骚乱越来越严重 盗窃和抢劫案件开始增加 女孩被强奸的事件也开始发生 通过达马克、乌拉巴里、比尔塔莫德、比拉特纳加尔 我们的村庄开始要求捐款 村里的年轻人正在一点点逃离 一些人开始前往海湾国家工作 那些不能去那里的人则去了印度的不同城市 原因是政治 那些想要改变国家政府并带来新制度的人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革命 即使听到这个消息也让我感到害怕 受贿者以革命为借口 对村民进行抢劫 由于无法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我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去了印度 我们到达了比哈尔邦的卡蒂哈尔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车站 那里有无数人 我很震惊 看着那些残废的人 心里有些怜悯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在火车站内的椅子上度过了一晚 我们带着两卢比的象征物过夜 从那里 第二天一些朋友去了德里 一些去了庞遮浦邦 我们去了庞遮浦邦 正如人们所说 即使你去了缅甸行动也跟着你 我们也到达了庞遮浦的修炼地 在庞遮浦邦 我们整天收割小麦非常困难 我们在庞遮浦邦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们不了解情况 然后我们去了德里 我们在那里也做得不好 然后我们到达了亲耐 吃完烤肉觉得不满足的我们 想起了在金耐吃稻米时在家里的感觉 在亲耐工作时赚钱 然而无法开设银行账户后 钱就被到处花掉了 在那之后 他将赤身裸体 那时我就意识到 如果没有一次安全的会面 介绍和机会都会结束 人们认为他会在一年后来到尼泊尔 我们去金耐中央车站买火车票 那一刻当我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时 我感觉自己没有身份 我出示了亲耐雇主制作的卡 并预定了前往贾尔派谷里的亲耐快车机票 那趟火车要开往阿萨姆邦的停苏基亚 我们在贾尔派谷里 Jell Pagary下了火车 胸口再次隆起 还发现许多来自贾帕莫朗的年轻人 在西里谷里地区的商店里担任推销员 有些还在酒店工作 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开人力车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沿着西里谷里的路折返了 售票员提着小布袋 袋里装着响亮的钱正在收钱 我们有两个人 付房租 我们经过庞哲普邦 德里 金耐到达莫兰 从卡蒂哈尔到帕尼坦基 有意仍在延续 乌拉巴里市场对我们来说 也显得很奇怪 一位兄弟正在卖甘蔗汁 喝了一杯甘蔗汁 看了看那里 一辆吉普车已经准备好前往王舍城了 我们坐吉普车回家了 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到家了 只有家里的人知道我们到了 其他村民并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窍门 因为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有一个木棚 楼下是厨房 二楼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上面有一个天花板 父母和两个姐妹正忙着吃饭 我走进厨房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很快就来到我身边 我的头在轰鸣 我抽气着想知道你去了哪里 父亲和姐妹俩走到一旁痛哭起来 那时我实质没有手机 家里联系不上 我就像围帕塔 姐妹俩已经关上了厨房所有的门窗 妈妈开始哭着告诉我走路后发生的事情 有时话语会停止 离开村子后 革命鼓动分子开始向村里聚集 人们很难辨别谁是真革命者 谁是假革命者 山匪这边也有麻烦 谁也猜不到军队 警察 激进革命者 土匪团伙在村子里游荡 那群人会组成一个团体带着武器来到房子里 并命令他们为他们做食物 如果那里是鸡肉 应该是切鸡肉做的 我的两个姐妹都被经常拜访他们的一群人强奸了 你的兄弟被我们拘留了 他们说如果他们做得对或左 他们就会杀死所有人 当时尼泊尔农村地区发生的暴行是难以形容的 对于是谁干的 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有一天 一大群人来绑架了我父亲 如果你不保持安静 他们就会杀了你 他们把父亲藏在各处长达一周之久 此后 Burrachuk附近的土地转到马尔波特办公室的11个Bigerha土地上 并以他父亲的名义传递 后来他们又规定 这些钱应该通过出售来支付 或者以他们人民的名义传递 他讲述了许多其他轻微疼痛和痛苦的事件 现在是凌晨三点 听到公鸡的声音后 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米饭和蔬菜都是冷的 妈妈把木炭放入烤箱加热食物 下午3点30分左右 我们刚刚吃过饭 昨天晚上和我一起来的朋友匆匆赶来并说 我们必须回印度 这个村庄正处于危险的中心 然后我们的父母和姐妹建议我们离开那个村庄 我们从那里再次到达德里 看到德里很多尼泊尔人的活动 我们还到达了哈里亚纳邦的一个叫古尔冈的地方 最近在那里以DLF Colony的形式建造了一个大型住宅区 在那里当两个房子的保安一名来自河塘的前阔尔喀士兵 帮助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古尔冈是一座大城市 由于我的工作是家庭保安 所以我可以使用电话、收音机和电视 他以前每天都听尼泊尔的新闻 他们开始听说尼泊尔和平进程已经开始 直到那时我都很好 然后犯罪就在我的脑海中诞生了 我猜想现在尼泊尔以革命为名的动荡运动将会结束 当我想起土地所有权将更改在我的名下时 我的心就变得贪婪起来 我了解其法律方面 我以为这块土地会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 那块土地价值千万 我计划杀死我的父亲 我去了德里 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雇佣的神枪手 他们要前来杀我父亲 我给了他们 雇佣的神枪手前往莫朗杀死了父亲 随着父亲的被杀尼泊尔的和平进程也随之结束 持续了十多年的动乱结束了 尼泊尔莫朗朗父亲被杀后 尼泊尔莫朗父亲被杀后警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找不到任何东西 母亲自杀了 两姐妹嫁给了伊纳鲁瓦的劳塔鲁斯 一年后我来到尼泊尔莫朗 我也做了我父亲的工作为社会做展示 我独自一人 过了一段时间 我和下面三八扎的一个女孩结婚了 结婚后我卖掉了王社的土地 我还以五千万卢比的价格将World Truck的土地 卖给了一个房地产集团 这些天我在加德满都的维沙尔纳加尔建造了一座房子 租金也不错 我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这个秘密 我一整天都在快乐地走来走去 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然而到了晚上我一点也不困 甚至在我睡觉的时候 我的父母也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我正处于悔改的火焰之中 大师请给我平安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 占星加说将会有和平 确定 维克拉姆说 无论如何请大师赐予我救赎 占星加说 占星加说这样做 行星和平应该在周一完成 带着这些东西来吧 给出一个列表 维克拉姆说事的大师 占星师说行星和平和咒语奉献需要十万和五万卢比 带上他 维克拉姆说事的大师 维克拉姆从那里离开 占星师还从事其他工作 巴桑特离开密室 巴桑特认为今天的顾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犯罪 当占星加谈论维行星和平带来更多资金时 巴桑特变得冷淡了 到了那一天 连占星师也被一心怀疑 另一心自理 巴桑特日-1日的了解社会上的新事件 正如所说 你通过经验知道的比阅读更多 他正在获得很多东西的知识 他对大学学习同样重视 他还与朋友们进行逻辑辩论 他正在养成深入研究一切事物的习惯 另一方面 通过与来到占星中心的客户的接触 他的实践知识也不断增长 人们经常来到占星中心 这些人来到占星中心并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未来 而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生活经历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是一位执行仪式并担任牧师的人 他们对占星术充满信心 正是因为这种信念 客户才来到占星中心 第二天又有一位顾客来了 占星家指出巴桑特 巴桑特坐在密室里听着 占星师和客户之间开始对话 顾客说大师达山 占星家回复达山 沙瓦克菲说 古鲁所有受惊和不安的心灵都来这里寻求内心的平静 我也是另一个受害者 我来到了下朗 请让我平静下来 先生 占星家说 公开讲述你前世的仪式历史 这将更容易实现地球和平 沙瓦克菲说 好吧 古鲁 我是一个罪人 我正在忏悔 但还是要活下去 即使你还活着 你的心也会燃烧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寻找解决方案 现在我知道我的心和灵魂正在悔改的火焰中燃烧 我的房子在Piolan区 我出生在那里的一个村庄 天远山村的生活十分艰苦 没有大工厂 以商业名义 有杂货店 药店 服装店 淘气店和一般旅馆 我很年轻 认为我应该从小就做一些新的事情 干农活没有多少收入 我在浦游潭总部附近开了一家宾馆 虽然距离总部有一段距离 但就在人们居住的广场一侧 以国家制度变革的名义 这场运动正在激烈地进行 人们不断地来我的宾馆住宿 我并没有试图去问他们是谁 为什么 从哪里来 无论是谁记下这个名字 我都会在注册商中记下它 他们经常使用简称 某处是总部 曾经有大量的军警驻扎 但他们大多对我的宾馆不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八点左右 一行八人来到我的招待所 他讲得很好 他们预定了房间 他们点了食物 当八个人同时到来时 我们宾馆的专业人士非常高兴 我担心会有一些抗议者 然后警察可能会来 这八个人中有两个是女孩 定了四间房 每个人都背着大包小包 然而在山路上行驶时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就像晚上的客人一样 我们很好地欢迎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他们说自己从很远的地方来了 很累 他们睡了一整天 吩咐给他们准备晚饭晚上七点 他们吃完就走了 但他们的行李是一样的 我们在本周末之前付款 他们说把东西留在这里 我们一会儿来拿 这对我们商人来说也有好处 他们整天都在睡觉 晚饭后就去了 离开时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笑 他们走后 我们没有对他们做任何事情 几个星期过去了 他们还是没有来 我们以为他们几天后就会来 但他们没有 十天过去了 我们开始回忆周围的事情 即使在那之后 当他们没有来的时候 宾馆的房间也一直没有空着 我们把他们在四个房间里的行李放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关上了门 我们继续经营我们的业务 一间房的生意都亏损了 我们以为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再谈谈 日子过去了 广播里经常报道该国的抗议事件 他们要么是抗议者 要么是安全人员的某种策略 我们很困惑 如果有人来了 我除了死别无选择 有报道称 抗议者在一次冲突中被警察打死 抗议者还杀死了保安人员 我们还有一台电视 我们过去只在广播中听新闻 当听到令人心碎的新闻场景时 我们的心就沉了下去 当这八个人一个月都没有来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他们是谁 他们为什么留下行李 在心里盘算了很多问题之后 我们听从了长辈们的建议 首先从他们的八个袋子中挑选了一个 那个袋子很重 其他人也同样沉重 我们打开袋子看了看 袋子里有成捆的钱 有很多白色的袋子 就像一个袋子里的小袋子 外面写着名字 上面还印着名字 我们打开一个袋子看了看 努加迪也在场 从此以后 我们就以为金银钱都是袋子里的钱了 我记得斯里斯瓦斯塔尼 Sresosani的故事书中的一件事 萨普塔里时 Septorishi 来到婆罗米尼哥马 Braminigoma的房子里 将黄金留在皮卡下 并将这些人与萨普塔里时 Septorishi 进行了比较 我们这些普通的宾馆商人 各忙各的 那次事件发生后 我们很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崩溃 有问题就有解决办法 这句话我听长辈们说过很多次了 我开始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事件的真相 那些来入住我们酒店的人都是抗议者 他们一直在抢劫那里的银行 村里的人都把金银存入银行 以防万一也借了一些贷款 他们抢劫了银行数千万的金银 并住在我们的酒店和宾馆里 他们把这些东西留在我们手里 然后去抢劫两个区的另一家银行 当他们去那里抢劫银行时 被保安人员包围并杀害 安全人员挖掘并解决了尸体 并停止传播侵犯人权和犯罪的消息 该事件不会有太多结果 酒店、宾馆也是当时的重要交往场所 我通过很多经典了解了那件事的真相 事实是一样的 所有带来金银的人都被杀了 现在该财产的所有权已归我所有 对于一个普通商人来说 管理如此巨额的财富是非常困难的 我实质想过把这些钱全部交给物业保安 但我完全拒绝了 建了财 马哈德夫也是三只眼 我也变得贪婪了 我无法说出该国有多少家银行被该组织抢劫 数额巨大 金币也不少 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安全地放在宾馆的储藏室里 并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我梦想着再特来购买大量土地并建造一座宫殿 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记住这个梦想 如果我买了很多土地我就会被注意到 未来并不稳定 我在Dang待了一天就去了迦德满都 我想改变这一切并快乐的生活 我一直在寻找类似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说这是巧合 或者说我的运气很好 在泰米尔区一个叫Yansa的地方发现了一名承包商 谁向陆军警察提供口粮 他看起来很值得信赖 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与陆军警察的关系很好 我向他解释了我的情况 我没有谈钱 我把钱拿到我的老房子里 用塑料布覆盖了九次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大铁盒里 放在没有水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同样用塑料布覆盖的盒子埋了 我没有这么说 我讲了黄金和白银 浦游潭有三个人知道这件事 包括你在内有四个人知道 如果你能卖掉它 你应该把它分成四部分 他说承包商说的东西都不能轻易卖掉 但他说可以按照市场价的70%卖给经商 他有能力延年益售 由于他的车辆载着到处走动的陆军警察的货物 他多次从Piolan带来金银 并在这Yasa便宜出售 我一开始就怀疑他 问他有没有错 他说兄弟第一件作品可能有错误 第二件作品就没有错误 我的日子一定很充实 承包商轻而易举的卖掉了所有的金银 他给了我3000万卢比 并说这是你的份额 我不知道他保留了多少 我不知道有多少银行的黄金被那些抗议者偷走了 但当时村里没有人把金银留在家里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拉胡雷尼人过去都将珠宝存放在银行里 我用这笔钱在加德满都一个较为沙尔纳加尔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 买房也是有原因的 在那个地区陆军警察的授权官员过去居住的较多 出于安全的考虑 我不得不选择这个区域 管理金银买房 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我时常通过电话与妻子联系 我在维沙尔纳加尔买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那是一座有伴各众职员的房子 两层楼出租 然后我去了普尤坦 在普尤坦 他妻子的心神不安 这件事只有我和我妻子知道 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儿子还小 不知道的是母亲、父亲和兄弟住在不同的房子里 我的妻子曾经因为这些问题向我施加压力 即使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我还是拿出一点一点埋藏的钱 在Dang和Napagant买了房子 之后我们关闭了那里的宾馆 并开始住在村屋里 我开始住在加德满都尼泊尔根捷的Dang 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常常去Piolan 有一天我因为三处房产的问题和我的流浪倾向 与妻子大吵了一架 他开始大声嚷嚷说他会把一切都说出来 之后我带着阴谋把他带到了山上 他还带着他的儿子 到了山顶后我把他扔进了一百米深的洞里 那里没有生存的可能 然后我五岁的儿子问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母亲 他说我会把这一切告诉我的祖母 看看我的儿子 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儿子不懂事又可爱 我却猜到了明天可能的情况 杀了他 之后我去了妈妈住的主屋 当母子俩从床上滑下来摔倒时 我告诉了他们地点 我就晕倒在院子里 我待在那里 村民们带来了他妻子和儿子的尸体 干得好 忙完了事就下荡山去 在村民和亲戚的眼里 我很困惑 我的灵魂称我为罪犯 什么样的人生著作让我走上了这样的错误道路 就好像必须犯一千个错误 才能掩盖一个错误 从Piolan下来的时候 我深入的看了Danda Pekka 森林 河流 那天我在屋子里待了很长时间 时间飞逝 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我尽可能多地告诉我的朋友和邻居这些事件 一段时间后 我第二次与加德满都木尔帕尼的普达塞尼的女儿结婚 现在我在坦加尼开了一家餐馆 一些VIP客户来了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直到深夜 他顽皮的笑起来 我的新婚妻子还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我的妻子帮助我做事 他努力让自己快乐 但我的心却永远快乐不起来 我试着对我的顾客感到高兴 但我内心却做不到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藏在心里的罪行 我根本无法说出他 也无法将他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我经常晚上甚至无法入睡 有时我睡着了 也会在梦中看到被我从山上扔下来的儿子和妻子 他们一直喊着要救我 我的灵魂总是在颤抖 我有一个Niori Mari Patruto的情况 大师请安抚我火热的心 占星家说 现在我们需要地球和平 会好的 别担心 顾客说 好吧 大师 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占星家 写纸条 请周一来维护行星和平 内容我已经写好了 带上吧 费用15万 请带上 客户 好的大师 说完就离开了 即使在今天 巴桑克仍不满意 他看到一名罪犯作为顾客前来 看到占星师做着正常的事情 他并不满意 他的心中掀起了波涛 他独自航行 他上楼去厨房 吃一些食物 Bans和阿姨说话 妈妈就在上面的屋顶上 巴桑克走到屋顶上 谈论了一些事情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舒服 他向母亲询问多年前的加德满都是什么样子 两人闲聊了一会 他看到母亲有些悲伤 但什么也没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巴桑克试图成为一名哲学家 他开始思考个人 家庭 家庭和社会 生命是一片沼泽 他似乎很深 但他认为即使在那沼泽的中间 也应该种一朵莲花 他强调业力 因为他理解因业而果 直到今天 他与占星师并无意见分歧 但在某些方面 他并不满意 时间总是以自己的节奏前进 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他既不等待任何人 也不说跟我走 懂得时间的人试图让自己与时间同步 不知道时间的人以后会后悔的 来自村庄的巴桑克 对时间的理解是清晰的 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 留在占星中心 他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知识 偏偏一方面是通过校园获得了知识 另一方面一些精神知识和一些管理知识 也正在通过占星中心得到发展 他通过与来到这里的人们的互动 获得了大量有关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的信息 由于他对知识有很好的胃口 所以他总是在寻找知识 与巴桑特刚从潘奇塔尔来时相比 他已经成熟了数百倍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 因为直到今天从潘奇塔尔到迦德满都的旅程中 没有遇到太多麻烦 来到迦德满都期间 来自达马克的孙达勒瓦蒂 卡诺恩卡尔和占星加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桑达尔拉瓦蒂 孙达拉瓦蒂和卡纳尔安卡尔 卡诺恩卡尔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 而占星加则成为了主要的救世主 这些天巴桑特已经能够明白很多事情了 他很容易辨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 一看到一个人就能猜出他的倾向 他不仅考虑到了那里的顾客 占星师也一直在研究父亲和母亲的行为 他发现占星学有一些令人悲伤的地方 他看到占星师也不时变地沮丧 他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很多爱 他得到了他自己的孩子所得到的爱 自从巴桑特来到迦德满都后 占星加父亲和母亲的儿子都没有来过迦德满都 占星加巴巴后来也经常给儿子们祭钱 但巴桑特并没有发现儿子们对他有多重视 他没有机会减少对父母的服务 同时也在履行对潘切塔尔的父亲和兄弟的责任 尽管如此这些天他的内心似乎仍在试图怀疑 乔吉巴巴 这种感觉已经从他对待前来 占星的罪犯的一般行为表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他感受到了所有这些情况 但无法说出或表达任何东西 占星师说 父亲应该变得明智 许多人对你抱有很多期望 看来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崩溃 你也必须保护它 为了让你们了解人生 了解世界 让你们对社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还试图通过讲述一位来到这里的特殊顾客的生活故事 让你们成熟起来 您有机会从每一次事件中学习 你应该正确使用它 占星师中心里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第二天 占星师巴巴再次指示巴桑特坐在秘密房间里聆听 通常 只有富人才会来到占星师中心寻求服务 他们过去都是开着昂贵的汽车来的 有时普通人也会步行来接受服务 他看到普通人在行走 他经常被告知要听一个看起来像贵宾的人的故事 但有时他被告知要听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你必须听听每个来到占星师中心的人的故事 该信号在必须收听信号的前一天发送给巴桑特 另一位VIP预计会来 听听巴桑特那位VIP的故事 当他进入秘密房间时 原来是政客Dumbardoj 杜巴德瓦吉和占星家之间开始对话 Dumbardoj一生都在虚伪的政治中 Dumbardoj说古鲁达山 占星家说达山有什么消息 Dumbardoj说大师该怎么办 当不安的火焰开始在我脑海中燃烧时 我想起了大师级 心因自己过去的行为而被烧毁 带着这颗燃烧的心形走是很困难的 我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平静的生活 但现在很难了 因为我一生都犯下了罪行和罪行 占星家说别担心 从一开始你是如何陷入这种境地的 告诉我你的人生故事 Dumbardoj说深吸一口气 老师我年轻的时候 育儿很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担心该怎么办 我开始失业 那时村里刮起了政治之风 那是45年前的事了 样本党的人们开始进村 他曾经进行过针对该系统的活动 农民们曾经甜言蜜语地谈论解放 他曾经说过 人民应该对国家财产拥有权利 事实确实如此 我受到他们的影响 认为自己是个年轻人 他们给我带来了党员样本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普通工人 随后他被安排到村党委 他还曾收集经济援助捐款 如果我能增加募集善款的话 我就能用上一些钱了 我对党忠诚了 白天虽然做着正常的农活 晚上却召开了样本党会 我过去几乎参加所有会议 白天人们都在做善事 假冒剥削者被抓获 一个模范政党正在建立 样本党提出了惩罚贾法塔哈村封建领主的政策 在村、区、样本党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 我们区的情况就是这样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类似 我开始听说党的领导人 开始用党的名义筹集的资金购买土地 开始看起来样本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 以党的名义有组织的欺骗人民 但当时我被带到了区领导那里 到了样本党的区领导后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秘密地 党的领导曾与该地区的走私者、小偷、罪犯和假人有秘密关系 钱可以从他们那里拿走 酒精、大麻、大麻可以秘密消费 去领导还要去异地做爱 在党的领导下 培养坚强的男孩来制造恐怖 党将解决他 我自己也被这些行为所吸引 该党反对国家提出的计划 也许国家的预算也有限 我们曾经激怒过其他人 我们是按照中心的指示这样做的 好人很难怀着良好的意愿组织起来 救世人们不怕老世人 在一些地方 党有时会未经证实的计划对剥削者判处死刑 此后 募集的善款就更多了 即使以党的名义 剑谈的领导人也获得了不错的收入 我也沉迷于政治 我在该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当选举到来时 所有的罪行都发生了 区里收了多少钱 中央领导亲自捐了多少 我的经济变得富裕了 我与中心领导关系密切 我分别抚养了一些男孩 我安排他们先与承包商出发 承包商也是我的人 我过去常常在获得合同后将建筑工作 移交给我自己的承包商 我们曾经通过努力工作来攒钱 许多地方的桥梁在工程完成后 很短的时间内就垮塌了 道路的坡度也是一样的 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 我们集团建造的建筑物曾因漏水而在短时间内倒塌 随着我们的党越来越强大 我们压制了所有这些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来到了党的中央领导层 一开始我虽然还好 但善于带路 结果我就来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 到了党的中央领导后 才发现党的领导人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 国内和国际走私者 黑手党和其他人一直在财政支持下接管该党 我们一行人也多次到政府去 领导们为了收钱 不该做的事情多于该做的事情 一些人在党的会议上就已经把中央领导人赶走了 我曾经默默地成为了主要领导 该党向政府提出了多少次要求 反对党成立过几次 每次他都会做出一些危害国家的事情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利益 我也喜欢这个部分 在制定国家条约时 他们曾经追随黑手党 我们曾经辨称这是为了国家 我们也为此辩护 党的领导曾过去常常让我们在白纸上签名 他们还制造了一种为了党 为了国家的恐惧气氛 正如他们所说 我们经常被迫在一张白纸上打印正确的印刷品 我们党的领导人曾经通过腐败赚取巨额财富 我们跟随他们 还去和主要领导秘密开会 还有更多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对我们党的领导不敬 其实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完成这项工作 拿钱的时候 他扬言现在就拿 他们使用的语言不是尼泊尔语 但我可以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语言 尽管我经常听到其他党派的朋友说 就像我们自己的政党一样 尼泊尔各党派的领导人都是由造假者 走私者和黑手党投资的 我说我们党的领导过去常常在空白页上签名 有一次我发现了一封信 上面写道 我们将向所有捐助者所说的那样动员我们国家的资源 我们还将解决教育捐助者的意图 我们将接受正统宗教系统捐助者的愿望 我们将决定根据捐助者的命令制定外交政策 是这样写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要点 我们的签名就在那一页上 我从小就以党的民意组织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利于国家 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殴打了 国家在某些限制下受到剥削 我在晚年忏悔 因为我害了国家 今天的感觉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国家被称为被萨地诅咒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创造了一个他们无法为国家工作的环境 到了这个年纪 心智已经打开了 但是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 赚了一些钱 当我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时 我感到厌恶 古鲁 我在悔恨之火中燃烧 请让我安心 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罪犯 因为我一生都在危害国家 导师必须做点什么 占星家说 这些行为是有意或无意的 现在我们必须与地球和平相处并赎罪 我会写一份所需材料清单 你应该周一带着这些东西来 行星和平阿批设金咒的费用为15万 随他来吧 丹巴德瓦吉说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内心创造平静 然后丹巴德瓦吉离开占星师中心前往他的目的地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开始了他的其他工作 巴桑特秘密离开了房间 他变得严肃起来 这也正在发生 巴桑特从每场比赛中都会有所收获 他的爱国情怀和赤诚之情如洪水般涌出 他闭上眼睛 他闭上眼睛陷入沉思 日子一天天过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 巴桑特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加德满都的天气根据季节而变化 人们在加德满都来来往往 由于加德满都旅游景点众多 游客也来自七大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这里的许多地方列为世界遗产 巴桑特曾多次安排时间去潘奇塔尔 看望父亲和兄弟但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儿子们却从未从国外回来 父母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两个儿子结婚的消息 这样当父母离开儿子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都会变得脆弱 他感觉占星家母亲越来越爱巴桑特 由于母亲早逝 他没能体会到母亲的爱 也因为占星师母亲的疼爱多次走到墙角哭泣 就这样巴桑特成为了那个房子的家庭成员 占星家巴巴也同样疼爱他 占星师忠心几乎从来不空 总是挤满了人 看到那里的人群 巴桑特的脑海中也浮现出这个念头 这些人为何来到这里 他自己决定了答案 也许是出于信仰 巴桑特自从来到加德满都以来 一直是占星家中心的一名诚实的员工 得到了占星家的爱 他直接看到了那里的服务系统 但他不像其他服务使用者那样有信心 他认为相信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可靠的理由 当他在加德满都这样的城市看到人们这样盲目行走时 他想象了整个尼泊尔的情况 但由于他不了解潘彻塔尔和加德满都的几个村庄的结局 他的猜测只是想象 他心中唤起了走遍全国 了解人民状况的愿望 但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巴桑特已经收到信号 今天会有另一位贵宾到来 早上10点30分左右 一辆昂贵的米色汽车驶入占星施中心 下面派驻的保安人员协助安排车辆 并在贵宾上方前往服务中心 他的司机坐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看报纸 这时Basante Secret已经到达房间了 今天的VIP名字是Pitambar 占星加巴巴和皮坦巴吉之间的对话开始了 Pitambarji说大师Darshan 占星加说DarshanPitambarji Pitambarji说大师我已经到达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但现在我压力很大 心神非常不安 即使在梦里我也很难过 请赐予我的思想和灵魂平安 占星加说为此应该实现地球和平 为了地球的和平 我们必须知道灵魂受到干扰的原因 其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的行为 讲述你的过去 然后和平就能回到地球 Pitambarji说是的 是的 大师看来这一切都是我的行为造成的 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跑向你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上师我也来到您的皈依处 祈求平安 现在我总结一下我一生的工作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受过教育毕业 那时候毕业的人很少 毕业的人很少 毕业后 我想到了找工作 家属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 那时公务员考试开始了 我申请了一份军官级别的空缺职位 我学习成绩优秀 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 也许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争吵 当时当我是一名政府雇员时 我的表现是不同的 后来我娶了一个刚毕业的女孩 那时我被视为一个被社会讨论的人物 我进入政府工作后 首先是通过培训中心 对包括我在内的新政工进行培训 然后派往各区 我还到达了远西地区的地区行政办公室 刚入职时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诚实 但入职后 我看到了很多赚钱的方法 我开始在做公共工程时收取额外的钱 新老板的收入也不错 在加入工作的几年内 我成功地增加了四五个工作 一开始我买的一些手表都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然后我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她 后来我也给婆婆和婆婆起了名字 留在政府工作你能赚多少钱 无论你做什么 如果你把筹集到的一些钱存到最高层 其他人和我一样赚多少钱 我在所有领域都有工作经验 包括行政、会计、收入、海关 就算送到当地 使者嘴里不被狮子刺穿 就是这样 很幸福我的妻子也因我的工作收入而变得奢侈 她买了一辆车用来走路 她雇了帮手在家工作 我们的立场突然改变了 我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嫂子用我的收入去德国读书 成为一名正式的级别经理我会赚很多钱 在工作的同时我也达到了副书记的级别 到了副书记级别后 我在很多地方当上了总老板 当你作为CDO到达各个地区时 额外收入很高 当该地区的警察局长和CDO同意时 无论做什么都会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 我记得自己是一个国王 当特来地区发放假公民身份的案件曝光并登上报纸时 我感到不安 然后我改变了服务并转到了收入服务 当我在税务局工作时 我就像坐在石头上一样 没有钱你能赚多少钱 我根本不在乎 那时她在加德满都度过了许多个夜晚 我们以前经常去那里 当我们喝醉酒出去的时候 连保安都会从车上抢走我的零用钱 但她会把我带到车上 然后放在车里 那时我的大儿子已经毕业 前往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 离开两年后 她的小儿子去日本留学 我们是家里仅有的两位老人 我们的蜜月之旅在逝去的年纪又开始了 有钱的时候 外面的女孩子也会排队 女员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受到了很多伤害 记者时常过来收礼物 副书记这个职位 即使做决策 收入也很丰厚 当时我认为尼泊尔是世界上最富有 最赚钱的国家 到了副书记这个级别 乱拿钱是不行的 余额要调整很多 但收益却更丰厚 我在工作中晋升为联席秘书 那时就开始了与外人的交往 即使你把你办公室和部门的秘密信息透露给其他人 你也会得到很多收入 当你开始赚钱时 你就开始从任何地方赚钱 自从我担任联席书记以来 各党派的高层领导都开始联系我 我还向领导收了大笔的钱 当我的工作和路线相匹配时 我还成为了税务局局长 当我有足够的钱葬 藏 埋 吹走时 我写书 成为一名哲学家 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 在成为部长们的宠儿后 我在工作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一名秘书 当我当秘书后 其他机构也给我高薪 我的姐夫用我赚的钱成为了德国的大实业家 大儿子也成为澳大利亚信息技术和酒店业的大投资者 小儿子在日本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 时间飞逝 我的母亲和岳父去世了 我在岳母和岳父名下添加的财产 这些财产不能在我的名下 那些住在德国的亲戚也没有联系我 我不能拿他们的钱 他们离开了我 两个儿子都在那里娶了女孩 他们不来尼泊尔 就连我的儿子们也不跟我联系 我从秘书岗位上退休后不久 当局就对我进行了追捕 报纸上传来坏消息 我的妻子非常有爱心 当当局得知消息后 妻子痛苦倒地 病逝 我完全孤身一人 晚年独居不易 没有人喝热水 也没有人倾听 生活变得非常平淡 邻居有时会帮忙 但并不总是可行 我在生命的尽头 娶了一位中年妇女 我希望在那之后 会有一些快乐的日子 结婚没几天 她也开始抱怨了 一年后 该案离婚 她还拿走了我的一些财产 今天我完全孤身一人 当我小时候玩耍的 连年起伏的山丘和村庄 变得荒凉时 我也变得荒凉了 我就是我 就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今天我在悔恨之火中燃烧 一股不安的情绪在我的心中不断生疼 我在流浪 寻找平静 大师 给我平安 占星家说 当占星家问时 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哦 你变得完全孤独了 别担心 世界应该太平了 好的 在纸上写一些东西 请周一带着这些东西来 以实现地球和平 费用15万 请带来 皮特尔巴尔治说 好吧 古鲁 无论发生什么 我想要和平 之后 皮特尔巴尔治从那里离开 占星家巴巴也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 巴桑特也离开了密室 每时每刻 每一天 巴桑特都在发现新事物 巴桑特正在增加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 雨季到来时 加德满都的地理状况变得泥泞 冬天的到来 带来了寒冷 他也欢庆秋天和巴桑特 总的来说 相比尼泊尔其他地方的天气 这里的天气适宜 加德满都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旅游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不缺乏活动的原因 在加德满都逗留期间 巴桑特还获得了佛教哲学知识 即使没有深入到完美 他也能感受到完整的知识 他有时还忙于与朋友们 讨论社会传统和前进道路 尼泥泽尔社会的转型等 占星家指示巴桑特第二天去听事件的进展 巴桑特想着将会有什么新的事件发生 他饶有兴趣的准备着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疑问 第二天另一位贵宾来了 看着他 他看上去很迷人 一个高个子 金发男人 头发向后梳着 穿着领带西装 看上去六十多岁 车停在下面 有保安人员送到上面的占星中心 当那人到达马修的时候 巴桑特已经坐在密室里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蒂瓦里吉 Tiwariji 他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身份 已经在社会上确立了 占星师和提瓦里吉之间的对话开始了 蒂瓦里吉说 大师你好 占星家说你好 有什么新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来 蒂瓦里吉说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古鲁 你不经历痛苦就不会记得 占星家说 这样的方法是否已经声名狼藉 蒂瓦里吉说似的 古鲁 如今六十岁已经过去了 因为自己前世的经历 让他今天后悔不已 心里没有平静 在这个年纪 这是很困难的 古鲁 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来这里平息心灵之火 我也是来寻找一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 无论如何我必须修复它 我准备为此做任何事情 我现在的处境是睡觉 吃饭 做都困难 我必须得救 占星家说 我理解你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你过去的业力 保持开放 就很容易解决 实现地球和平将会很容易 简要解释一下你生活中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地瓦里吉说 好的大师 开始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我出生在Lam中区 那时 我父亲曾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中学 我母亲也曾在一所小学教书 由于他们都是在公立学校教书的固定雇员 我们家也算富裕家庭 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倾向于教育 我在我父母教的同一所学校读了SLC 之后我通过了考试 攻读学士学位 我在伯卡拉的PN校园完成了它 然后我又回到了Lam中 我的父母试图给我找一份工作 但要找到一份符合我愿望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 我受雇于一家非政府组织教授成人教育 该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一项运动 让那些从小就无法读书的人识字 我必须作为他的雇员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村里很多男人过去都去打工和出国打工 他们有的去伯卡拉 期望做生意 有的去印度不同城市找工作 当时在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成人教育项目中 大多数只有女性在读 因为出去做生意的男人也带着自己的妻子 所以村里大多数时候只有拉胡尔的妻子 年幼的孩子定期在学校接受教育 他们曾经去伯卡拉和其他城市上大学 村里只有拉胡尔的妻子都是在外打工的人 我的工作是教学 成人教育班的上课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这个时间安排是因家庭主妇的要求而定的 也适合下午学习 因为早晚要忙家务 来那里读书的女性水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对她们来说识字非常重要 该计划正在取得成果 村里的妇女都能识字了 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手机 来到这里的女性有的体格健壮 可以唱歌 有的可以跳舞 有的可以玩耍 那时在那里教书有一种特别的乐趣 那时我才23岁 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我还有一个来自比那里更低的村庄的女朋友 学习成人教育后 我有时会在那个地方遇见她 梦想着许多人生的梦想 我曾经装饰我的心灵 并享受我的想象力 由于我讲课的塔地处僻静 讲课后来的人并不多 我有塔的钥匙 我过去常常先去开门 然后也关上最后一扇门 22组甲板是长凳 清洁工作是由钱来学习的妇女负责的 我曾经多次喜欢和女朋友在那个地方熬夜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年轻时求爱 抚摸和亲吻的喜悦 在那一刻 我觉得甜芒果的味道对于一个非常饥饿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有些女性知道 我完成学业后 常常在那里和我的朋友见面聊到深夜 有一天我坐在那里等我女朋友 那天她说我有工作要做 如果我迟到了我就不来了 她告诉我如果她三点半之前不来就回家 以前她来的时候我很高兴 她不来的时候我很伤心 我坐在那里 一个像这样向后看的女人正坐在后面的长凳上 看着我的活动 那时我很无聊 我告诉她走吧 她拒绝去 先生 她一开始就说你为什么坐在这里 她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满意 我不想说话 但她问了很多问题 鼓励我说话 我一直看着手腕上的惊魂五人手表 当时 Psycho Five万表也被认为是一款热门万表 她单调的对我说话 我摇着头回答她的问题 我手上的钟敲响了四点 我女朋友没来 我心中生起一种沟通的感觉 我现在必须走了 我试着站起来 从那里走过去 女人抓住我的手 拉着我 我从头到脚看了她一眼 她是一个村姑 穿着传统的长袍 脸上戴着三十五岁的笑容 脚上穿着凉鞋 头发有些散乱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也许是因为害怕我会逃跑 她紧紧地拉着我 让我坐在机甲上 她开始公开地和我说话 她开始玩弄我的手 就好像我是她的丈夫一样 渐渐地她融化了我 环境和身体的开放让我坠入爱河 之后有一段时间 她就这样和我躺在一起 并开始使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 前一段时间 她成功地将我心中升起的沉闷感觉 变成了美好的感觉 发生了一场甜蜜的意外 这次事故给他们俩带来了肉体上的快乐 当事件发生时 头脑什么也没做 事情发生后 心胸开阔了 恐惧开始在我心中升起 我开始想象这次事故之后会发生什么 之前只有她一个人说话 现在轮到我说话了 我开始问她很多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她详细解释了一切 她开始说 我三十五岁了 我还有两个儿子 我结婚时十五岁 我十六岁时生下了我的大儿子 大儿子这次加入了印度军队 小儿子十七岁 已经开始在伯卡拉读书 我和婆婆公共都在家 岳父是一位水烟爱好者 婆婆对公共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的丈夫也是印度陆军的中尉 现在三年后她将领取养老金 我丈夫在印度 我在村子里 我年轻的渴望被来自国外的丈夫唤醒 我很难调和内心产生的感受 我燃烧着青春的渴望 先生今天你点燃了我的火焰 先生非常感谢您 我内心生起的恐惧平静下来 有一些缓解 我想更多的了解他 如果孩子以这种方式做下来 会发生什么 我会问这个 他说 先生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后就永久了 你在做什么 发生了一件甜蜜的事 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真实 它似乎没有任何副作用 当时我就记得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男斗数年女斗一日 甚至歌曲也是通过结合现实和经验而创作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多次举办类似的节目 虽然心里很想拒绝 但又不能完全拒绝 这个系列还在继续 后来几乎所有女性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即使我改变了时间和地点 我也必须为很多人服务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份正常有趣的服务工作 但后来我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后我的人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女朋友亲自听到这个消息 她开始怀疑我 她问我又问我 我说不 有一天她来到山上躲了起来 她当场见到了我 然后她说你骗了我 我到老都不会忘记 与她的会面停止了 我想过见见她并向她道歉 但那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 我的教学工作仍然在那里进行 在那里教书时 我遇到了不得不与我不想要的中年妇女发生关系的情况 我从心底里爱着的朋友 我想嫁给她并与之共度余生 我们也答应了 因为我 我们美丽的梦想世界像玻璃屋一样破碎了 我听说过 生命是一场旅程 但第一次旅程是一生难忘的 在那里你与你所爱的人共度时光 我就像一条失去了宝石的蛇 在教学期间我开始对所有女性感到愤怒 我开始为我接触过的所有女性制作视频 那时我开始使用一位亲戚从国外来时送给我的手机 那个时候连手机都没有的女士 我开始通过展示我秘密制作的视频来勒索所有这些女性 所有孩子的母亲 而媳妇都微风凛凛的坐着 我是一个未婚男子 我当时制作了一个自己与43个女人交往的视频 大部分视频都是在那个露台上拍摄的 有些视频是在玉米地和河岸拍摄的 制作视频很容易 因为手机很容易粘在塔上 当时我和所有这些女人一起离开了20万 她们还准备给钱 这样事件就不会传出去 她们知道如何筹集资金 我很生气我女朋友和我分手了 作为回报我迈出了这一步 她们是破坏我关系的因素 过了一段时间那里的教学活动就结束了 那时我有很多钱 我从工资里赚了一些 我通过勒索女性获得了巨额金钱 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钱 从那以后我也不想住在Lam中了 我去了伯卡拉 我开始住在我父母退休后 在伯卡拉建造的同一所房子里 我再次从PN校园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 我是一个美丽的年轻人 财力雄厚 学习敏锐我是曾经在校园里跟随我的女孩 在PN校园里有很多女孩想靠近我 当时该校园被誉为许多尼泊尔学生求学的校园 由于我在底层班上的女孩们常常取笑我 她想爱我并拥有我 我曾经用尊重的眼光看待所有这些女孩 因为我经历过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以及破裂时的感觉 我不想毁掉别人的生活 我不想毁掉别人的梦想 这些是我脑子里的事情 即便是用恭敬的目光看着那些少女 身体也感到了饥饿 我被拉母穷的那些女人困住了 我想要摆脱这种成瘾 总是试图被处理 与此同时一个女孩向我求婚了 这个女孩正处于毕业的最后一年 她的胸部挺起 腰部就像油猪一样 眼睛就像棕色的眼睛 她有着卷曲的头发和金色的手脚 看起来很漂亮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了爱 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有意增长了 我们相爱了 然后我们去了文达瓦西尼神庙 并发誓生死与共 我们坠入爱河 我们飞翔在爱中 我们在爱中漂流 时间就像一条河流 蜿蜒流过 我的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流动 就像河水虽然到处颠簸 你应该见见她 我也有兴趣见见叫扑扑的姐姐 晚上我去找她 她在做饭 我问她还好吗 她说她正在浴室洗澡 我和她闲聊并开始帮她做饭 过了一会儿 她的扑扑从浴室出来 胸前裹着毛巾 我一看到她就吃了一惊 我手里拿着勺子 她掉到了地上 我的朋友停止了蔬菜的运转 看着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被一种祈祷所震惊 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双手抱在头上 我的朋友也是在盖完蔬菜后才来的 扑扑也穿着衣服来到了那里 他们俩都想和我说话 我静静地坐着 原因是我朋友的扑扑 就是我在Lam中叫成人教育的那个女人 她就是那个让我在那个叫露台的建筑里 第一次有身体接触的女人 最后我还拿了20万卢比勒索她们 俗话说 第一包里的石头 我女朋友的扑扑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有预感 她或许也达到了 扑扑毫不犹豫地公开对我说话 我女朋友正式介绍我认识的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我一言不发地开始吃东西 扑扑取笑我说我在公婆家吃饭感到羞耻 我仍然没有回答 饭后有谈话但内心却无法开口 扑扑问男人发生了什么事 我假装头疼 试图立即返回 一一一一一 我九点左右离开那里 我女朋友也要求第二天来吃晚饭 我不想失去她的爱 第二天我去吃晚饭 扑扑也和我女朋友住在一起 没有像昨天一样犹豫 因为只有扑扑和我知道过去的事情 她的扑扑在博卡拉我女朋友的房间里待了几天 她也想去我们家 但我没有带她 他们一直在那里打电话给我 有一天扑扑对我说 她叫我明天下午过来看看之前的视频 我想知道会再次发生什么 第二天当我要去校园时 扑扑叫我去那里 我不知道我一到那里 她就关上了门 关上门后 她一把抓住我 把我拉向床边 我理解她的性格 但她可以在我逃跑之前脱掉衣服 她敲诈了我 她表示不会否认强奸传闻 只要求一次 我女朋友也对扑扑的行为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 扑扑在我面前安静了她的说唱 这时女朋友出来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才打开 她进去了 她来了 她在我的胸口上打了好几下 她抚摸扑扑的头发 我无助地离开了那里 无言以对 同一天她的扑扑去了 Lamjung 我的女朋友跳进赛提核自杀了 看到这一情况的人通知了警方 一天后 我女朋友的尸体被警方从赛提核中打捞出来 听到这一切 听到这一切我几乎要疯了 我有15天不能去校园了 我非常失望 我认为爱是一种犯罪 我感觉自己爱上了两个女孩 但刹那间两个爱情世界都破碎了 一段时间后 我去照顾自己 即使看到一个中年已婚妇女 我也会生气 波卡拉是一座只有妇女和儿童待在家里的城市 山里的人们建起了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那些出国打工的人的家属都留下来了 尼泊尔美丽的波卡拉是旅游圣地 但丈夫在国外的妻子处境也很严峻 这里比林琼更容易解渴 当你看到一切的时候 内心的波动就不一样了 中等的女人心中涌出一种抱负的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年轻人 很多女人都和我保持联系 我联系了大约100名中年妇女 我还制作了大家的秘密视频 那几天我很忙 拍完大家的视频后 我就敲诈了大家 我从80位女士那里拿了50万卢比就走了 但20位女士没有给 那时我的研究生学习就结束了 我在波卡拉赚了很多钱 也许一生中只有少数人能赚到那么多 不过就收入而言 Lam中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有好处 当我待到那时时 我已经迷上了波卡拉 然后我就来到了迦德满都 当我来到迦德满都时 我想要过新的生活 父母坚持要求他们结婚 他们过去常说 你应该嫁给你喜欢的任何人 否则我们应该为你的婚姻管理任何你想要的人 我告诉他们我因为学业的原因 直到今天才去看那个女孩 他们认识的一个人的女儿曾在 现在我也是一名股票市场投资者 官帕斯帕提纳斯 打险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我和妻子坐在前面 其他女性在夏天穿短衬衫 站在我妻子面前的是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士 她的手上有一个纹身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老婆一看到就拿给我看 我认为她丈夫的名字和我的一样 她做了什么之后又回头了 我们去看看排队的地方 排队的其他人并没有停止注视我们继续前进 我的妻子也看了这个场景很长时间 我在那里遇到的那个女人 她是我的前女友 37年前我们有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但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世界就荒废了 这个奇怪的巧合让我们忘记了参观帕斯帕提纳斯 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茶馆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开始聊天 我妻子急于想知道这个秘密 我向我女朋友道歉了 她笑着摇了摇头 她不想听我说话 她说我不想听你的 当她直接从拉姆琼来到加德满都学习时 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她的长期工作是中学英语教学工作 当时加德满都有纹身的习俗 她一直把我的名字纹在身上 作为她初恋的标志 她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未婚很艰难 但她都在忍受着 几年前她辞掉工作 一直从事社会工作 离开时她说爱就意味着牺牲 诚实 牺牲 奉献 忠诚 理想道德交织在一起 只有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时 爱情才是不完整的 即使失去 如果能平等地装饰爱的感觉 那爱就是永恒的 说完 她就离开了 点了三杯茶 没人理会茶 茶已经凉了 就连我的妻子也说不出话来 从那里我们前往老巴内斯瓦尔 从那天起 我开始越来越想念她 当我看到她的爱和牺牲时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第二次见面的女友 掉进赛提河的悲惨一幕 浮现在我的眼前 即使在梦中他们也会来想念我 由于我过去的商业经历 我很古怪 头脑一片混乱 大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给我平安 占星家说不要惊慌 一切都应该通过行星和平来解决 请周一来参与地球和平活动 星球和平费用卢比 花费15万 他们给出了一份货物清单 说明您应该携带这些货物 另一方面 在密室里心烦意乱的巴桑特 则对蒂瓦里吉什么时候 走感到不安 蒂瓦里吉离开后 巴桑特也想得更多 所以今天他才有机会听到新的进展 然后他走到屋顶上 看着开阔的天空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巴桑特来到加德满都已经很多年了 他已经学习了大约五年 期间在占星师中心工作并获得了知识 他正在攻读研究生课程 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他一直在研究生阶段研究文化 他研究古代尼泊尔和现代尼泊尔文化的多方面 他还从研究中认识到尼泊尔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巴桑特认真研究 就算有人说了什么 如果没有依据证实的话 他也不会相信 他只有早上有时间在校园里学习 因为白天他有很多工作职责 他直接看到占星诗变的沮丧 巴巴也对他充满信心和信任 乔蒂十巴巴的儿子们有时会通过电话与他联系 他们还没有来过尼泊尔并见过面 环境使巴桑特成为了这个家族的长子 瓦桑斯有时甚至看到占星家也结结巴巴 当你看到他们这样匆忙时 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但你不与任何人讨论 他按现状处理情况并继续前进 他怀着信念来到占星诗中心也同样怀有敬意 当一个特别的人到来时 他的日程就是坐在密室里听他的人生故事 占星家巴巴为巴桑特安排了这样的安排 以增加实践知识 巴桑特收到暗示 第二天会有另一位贵宾到来 他仍处于准备状态 早些年他什么故事都听 但现在他对这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同样的例行公事又开始了 一位老贵宾来到中心 他必须按照规则坐下 在此之前 巴桑特秘密已经到达了房间 今天的贵宾是一位教授 他们之间的对话开始了 教授说 何时里大师 占星家说 何时里 有什么消息吗 教授说 如果我们说可以 那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说不对 那又怎么说呢 这很难 占星家说 你对我有什么期望 教授说 大师 一生教学 教学行为中也构成犯罪 今天后悔了 由于业力的缘故 这些天心里有一种愧疚感 灵魂被燃烧 他的一生让我对占星领域和精神领域产生了负面的看法 现在我来找你是为了让这个年纪燃烧的灵魂平静下来 愿和平恢复 占星家说 占星家说 当然一个人自己的行为会折磨人 请详细告诉我为灼热和内疚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 在那之后 实现地球的和平与幸福就很容易了 教授说 大师 请保守秘密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大师 我二十五岁以一等成绩考取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我已经过去了 两年后 我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并在校园里得到了一个长期的任命 教学生直至达到常任副教授的职位 这并不常见 我当时也成为了人们议论的人物 我班上的许多学生都比我年长 我在严格的纪律下教导每个人 一开始 我很喜欢教学 但后来我开始感到无聊 一开始我对工资还算满意 但后来每个月的教学费用就变得难以承受 我也开始做翻译工作 此后收入开始好转 我曾经翻译过各种文章和整本书 由于尼泊尔作家也想改用英语 因此这一职业仍在继续 对金钱的贪婪也增加了 在那里当我必须在校园里指导研究论文时 我感到有点无聊 后来拿了钱 我就开始自己准备论文 钱也从那里来 钱会从任何地方流向那些知道的人 时间飞适 添加了新的体验 除了教学之外 我还开始做翻译工作 研究指导工作 以及其他作者的编辑工作 与此同时 我开始按时参加英语辅导班 我很震惊地看到来自各地的收入 当金钱充裕时 幸福就会到来 被压抑的欲望现在被唤醒 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满足 我小时候就想做头发 但当时做不到 我也做了头发 我还穿了一件戴耳洞的小上衣 我只能穿裤子和衣服 按照您的意愿佩戴 被撕裂 被回避的设计等等 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时代 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身边 我对生活中的成功感到高兴 我本来就有不错的收入 那时我已经达到了 不怕小人的地步了 我在校园里被认为是一名好老师 那时我也是副教授 随着精力的增加 我的自豪感也随之增加 我也获得了我的学历 那时的我高兴极了 怎能用言语来形容呢 那时我有了第二个孩子 两个孩子是上帝的礼物 我在广播里多次听到 当我有两个孩子时 我的家庭也很幸福 当时校园里有我的一位研究生 我觉得我可以从研究人员那里 得到我从在家生孩子的妻子 那里得不到的东西 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怎么跟他说他接受不接受 他开始担心如果自己发出声音 会发生什么 在那之后的几天里 我一直回避他的工作 说这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这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在外围地区教学 他非常担心研究工作不能按时完成 我的一种问题就是他的另一种问题 我表现得好像我不明白他的问题 我无法直接向他求婚 我提出了一个扭曲的建议 我把它当作一个虚构的事件来讲述 其中一位大师本人一直在帮助研究工作 并且也一直在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相反我告诉他一个女孩能做多少事 他很轻松 我理解他的心情 之后一些轻松的气氛就被营造出来了 我向他敞开心扉 他也开始离我越来越近 我对他的研究工作变得轻松起来 三四天后 我又找了一个借口 由于工作原因 我要出国两个月 然后我说让我们开始你的研究吧 他很不高兴 硕士水平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变黑了 先生什么时候走 下周我说 哇 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他说 中间我对他说 你就这样吧 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 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 两三天之内就可以搞定 哪里会有这样的地方呢 他回应 你的房子里会有空间 我说 我坐在亲戚的房间里 先生 他说 即使在尼泊尔的校园里 也不可能有一天为教授设立一个单独的房间 坐在广场上可以做什么 我表达了担忧 然后他说 那怎么可能 这句话停了下来 怎么样 他说 先生 我说我的朋友在杜利凯尔有一家酒店 由于那里是淡季 所以一切都是空的 我会坐在那里查看所有的更正 您还把笔记本电脑和其余文件放好并离开 一切应该在两天内完成 我现在没时间 等会儿再过来 他很害怕 一段时间后 一段时间后 先生 没有其他选择 他说 我说了一切 我说我把情况告诉你 先生 我没有钱 他说 那家旅馆是我朋友的 我会安排的 不用钱 我说 我说了没有钱 我再次保证 我们准备去杜利凯尔 确定去住两天 第二天就回来 按照决定 我们俩坐上我的车前往杜利凯尔 事实上 我认识的人的旅馆并不在杜利凯尔 我就找了这个借口 在去杜利凯尔的路上 我拜访了很多地方 我们在巴内帕的车上喝了咖啡 当我们到达杜利凯尔时 我提醒他 我朋友的酒店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 住在那里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说 现在我来了 你想坐哪 我就坐哪 我的使命即将完成 我们到达了杜利凯尔的一家不错的酒店 在酒店登记时 我们输入了不同的名字 并在那里住了两天 没有离开酒店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由于他也带了笔记本电脑 我们就准备了关于笔记本电脑的研究报告 就这样他落入了我的计划 我说杜利凯尔有一个翻译研讨会 我妻子的妈妈在我妻子生男孩时来帮助他 我没有太多的寻找策略 因为我安排了一个帮手做饭和洗衣服 当然我和他有两天开放的关系 他一再恳求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来到这里后 他将研究报告打印出来带来了 我闭着眼睛修正了所有的照片 我不知道他之后去了哪里 之后我在督导的时候 如果有女性的话 我就相应的安排工作 如果这个人的经济状况良好 我就会接受研究录取 人是环境的奴隶 我充分利用了他 教师职业很无聊 校园长假期间 对Trisuli,Nagrako,Dulico等的进行了住宿参观 从女孩到大人 所有人都被带走了 我听说有多少已婚妇女甚至离婚的消息 但我的习惯没有改变 我以前就知道 一旦遇到一个人 这份工作就会有钱来 金钱就像行为的游知 当我在校园的时候 我教学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我努力教学 所以在大家面前受到大家的喜爱 除了在校园教学之外 我还开始受邀在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上担任主讲人 赢得了名声、价格、尊重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成为了一名教授 从此以后 我的胸膛变得更宽广了 我开始像我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样 当我去参加活动时 人们似乎都急于对我大唱赞歌 那个时候 翻译工作也来了 让我的学生来做翻译 名字是我的 我开始成为国内和国际聚会的首席发言人和首席嘉宾 作为世界各国的主讲人 我带着我最喜欢的人参加了该计划 就这样 我常常和我一起去的人讨论维什维什瓦尔普拉萨德科伊拉拉的自由主义和广泛的文学 他性格开放 很容易针对别人 由于我对当时的政治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在工作的后半段获得了担任大使的机会 不久之后我就自动退休了 我退休后不久 我的妻子就病倒了 我被送往不同的医院 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最后医生给出的报告是我妻子患有艾滋病 他没有告诉他这一点 我就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从那天起 饥饿和睡眠就消失了 嘴唇和上恶都很干燥 我想不出接下来的几天可以做什么 现在悔恨之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的心变得焦躁不安 我的生活也变得混乱 当我看到我的妻子 儿子女儿 孙子孙女时 我开始颤抖 大师请赐予我平静 只要我现在还活着 我想平静的生活 图点要高吧 老师 占星家说 现在就放下发生的一切吧 地球应该有和平 你的内心会得到一些平静 像这样翻动日历 为此请周一来 费用15万 带上他 提供一份包含一些材料详细信息的文件 带上这些物品 教授说 好吧 大师 他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巴桑特也离开了密室 他再次想起了他所理解的上师这个词的含义 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 大师是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理想 但在当今时代 并不是所有的大师都是大师 从外面看 里面有一件事是不同的 他认为学生应该能够识别老师 同样 第二天 占星家也指出了巴桑特 巴桑特本身就会明白这件事 一个有新故事的人即将到来 在那长长的大厅中央 有一个由小木屋组成的地方 只在特殊时期使用 进入巴桑特后有从外面带钥匙的习俗 经过安排 舱内舱外的每个人都可以听到 贵宾 他们来了那天的贵宾被称为医生 当他到达那里时 对话又开始了 医生说古鲁达山 占星家说达山 先生 我应该做什么服务 医生说 上师来找上师来平息 我心中不安的火焰 应该为我带来福祉 占星家说 如果你保留你头脑中的干扰 是如何产生的历史 那么给地球带来和平就会很容易 医生说古鲁由于过去的行为 不安的火焰一直在心中燃烧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成为一名医生已经很多年了 应该有40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的父母花了很多钱 让我成为一名医生 当我以医生的身份加入该服务时 那时我明白了 医生的工作就是服务 收入也会少一些 在老百姓的认知里 医生的收入很高 当我成为一名医生 并开始为病人服务时 婚姻的压力就开始来自家庭 与此同时 我所在医院的一位护士喜欢我 家里也有立刻结婚的压力 我结婚了 认为这是一个巧合 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区 所以生活会更轻松 我们互相理解 收入微薄 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进步 我们的生活比普通尼泊尔人要好 最初 我很高兴以医生的身份 进入这个领域 并作为服务提供者工作 一点一点 医生的收入就只有家庭和家人吗 某位医生通过说出自己的收入多少 开始期待更多的收入 我开始专业的思考成为一名医生 我必须在哪些方面为患者服务 一开始 我很高兴在一家医院工作 后来我开始经营多家医院和医疗中心 这样一来 医院 医疗机构多的话 收益也会高一些 当时我就意识到 如果我能自己经营行医 收入会更多 我是医生 妻子是护士 一段时间后 我们创办了一家小型医疗机构 我也曾经在另一家大医院工作过 我的妻子开始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全职工作 我以前早上和晚上都待在我们的医疗办公室 我曾经把来到另一家大医院的病人转介到我们自己的医疗中心 一段时间后 我们的医疗中心挤满了病人 通过研究来到我们诊所的每位患者的经济、社会、教育、心理和政治状况 我们可以提供服务 即使是生病的人也会醒来 许多尼泊尔人看起来很穷而且没有受过教育 在其他时候 即使是像我这样脖子上和手上戴着厚厚的筋势的人 也被置于一个不会损害健康的位置 如果医生自己开一个医疗中心并且知道怎么做 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钱就够装进麻袋放进仓库了 我经历过这一点 医院的收入比医疗还多 我把注意力转向开办一家医院 正如他们所说 在尼泊尔 尼泊尔的法律应该由上帝执行 无论任何人做什么 监察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办公室 在政界人士中 诺夫过去常常在各个领域发出指示 有人会过来嗅探一些小东西来真正监控 尼泊尔似乎是一个赚钱的黄金国家 外国人也渴望在尼泊尔投资医疗 教育和信息技术 重点是要理解 关于外国投资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在开办医院之前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研究哪些医院是盈利的 损失在哪里 医院开业后 管理者是医生的医院就盈利了 懂医疗的人少的医院就亏损了 由于我的哥哥 银行来找我们给我们剩下的 这里的土地开始以美安那140万卢比的价格出售 我们从土地上赚了很多钱 医院做好充分准备后 我们就按计划采购医院所需物品 由于我们要从国外带来昂贵的货物 所以我们申请了免税 政府还建议免除关税 在尼泊尔根据基地级别和政府基地老板的供奉后 所有工作都按时完成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以关税折扣为自己的医院带来了大量机械 然后将其出售给其他地方的医疗专业人员 单台机器的利润是巨大的 这样才有可能赚取收入 医院准备就绪后 病人数量开始激增 医院无法承受压力 即使是普通病人也会被收取巨额费用 工作是通过在国家一级建立医院运营商网络来完成的 病人从这里送到那里 佣金就被拿走了 建立了医院管理者网络后 我自己达到了医院发生事情能够协调的地位 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网络医院 进行了肾移植 在国外商人的肾移植手术中 一人支付的金额高达100万卢比 我们在拉梅恰普 Ramachip 多拉卡 多拉卡和其他地区都有代理人寻找卖肾的人 穷人准备以三四万的价格卖肾 我们曾经将他们运送到印度的不同城市 在这些工作中我们时不时的遇到问题和威胁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黑帮的帮助 一点一点的通过医院我们为很多人做了肾移植 即使心中有恐惧但在金钱面前一切都是正当的 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恐惧 我是很多医院的股东 利润是有组织的 我所到之处 只看到金钱 在进行任何手术之前 我们通常会通过按指纹来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 虽然很多生病的学徒医生在行医过程中死去 医疗法保护医疗专业人员 人死了就没有问题 即使在医院里有人在我们面前死去 我们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同 我们只觉得只是一个案例 我们没有预料到患者亲属会受伤 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当医院的患者人数较少时 我们会将费用转嫁给那里的其他患者 有想法才会有好处 在我职业生涯结束时 新冠疫情爆发 这次疫情从中国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 就连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发达国家 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 世界各国的财富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到处只有恐惧和恐慌 在疫情发源地中国 采取了医疗治疗和封锁措施来控制疫情 许多人开始熟悉封锁的情况 他也感觉到了 人们发现封锁对于控制病毒性疾病非常有用 中美在这一疾病问题上的处境 与冷战时期类似 世界各地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情况 也传到了媒体上 国际航班受管制 许多旅行计划被取消 有报道称 一些商人甚至在生意被毁后自杀 欧洲传出的消息曾一度震惊世界人类社会 不久之后 这种疾病也进入了印度和尼泊尔 现场也一片混乱 政府发布了封锁的消息 尼泊尔也陷入了恐惧 恐慌和危机的混乱之中 政府里的人感觉政府里的人通过展示新冠疫情来制造腐败 但谁会站出来说话呢 时间把危机之鉴举到了头上 正如2072年地震发生时这个国家陷入恐惧一样 新冠病毒时代也让这个国家陷入恐惧 尼泊尔政客在国家发生危机时发财 这已成为历史 当2072年地震发生时 只要问问加德满都人民政府的人做了什么就足够了 即使在新冠期间情况也变得非常困难 但政府似乎不负责任 我们也认为这次是营商环境最好的一次 病人的增加疾病的增加对于医院管理者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 我们与医院管理核心团队举行秘密会议在全世界都感到恐惧的同时 尼泊尔的新冠患者也迅速增加 新冠疫情的爆发分两个阶段 在最初阶段我们鼓励了来自医院网络的更多恐惧 第一阶段就存在疏忽 我们让病人继续使用呼吸机 但我们自己认为不适合留在那里 我们过去常说护士也面临安全威胁 在第一期的初期 我们通过展示那些因不小心而死亡 因药物而死亡的病人 让普通人感到口渴 之后该男子就没有考虑钱的事 去了医院 就连病人也无法留在医院了 我们直接和药店合作 通过电话告诉患者家属 他们吃了这么多药 准备立下遗嘱 即使有人死亡 药店也没有对新冠药物给予一卢比折扣 我们通过直升机将患者转诊至加德满都以外 其他地区的医院 医院呼吸机设施较少 一家医院有8到10张床位 配有呼吸机设施 即使要获得一张带呼吸机的床位 也应该向部长申请权利 我们过去常常在医院里打电话给一位有10台呼吸机的医生 过去医生很普通 但我们被称为专家 那些所谓的专科医生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病人收15到2万作为四舍五入的医生费 我们过去常常因为病人而找医生 当时的尼泊尔氧气瓶的恐怖也伴随着欢乐 我本人为了金钱 在我的职业中犯下了罪行 一开始我曾因疏忽而让一些病人死亡 由于我的疏忽 我女儿的丈夫和女婿在另一家医院没有认出病人的情况下就被杀了 一段时间后 科罗纳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控制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从那种恐怖状态走向了正常状态 新冠疫情过后 登革热疫情再次席卷全球 那时我已经退出了积极的专业工作 我也离开了医院的领导 我开始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 这时我才发现很多事情都做错了 我开始付出爱 这时我才发现很多事情都做错了 我女儿也有孩子了 他们粘着我 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是杀害他们父亲的凶手 如今 我怀着一颗纯洁的心去医院服务 但我过去的行为让我生气 心中有一股灼烧般的悔恨 白天没有快乐 晚上也没有睡眠 虽然我在社会眼中可能显得诚实 但在光荣的法律眼中 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罪犯 我看到我面前的很多医生朋友都是罪犯 许多医生做了很好的工作 那些打开好人外壳吸损社会的医生也是一步步走来的 我想这就是尼泊尔人民的想法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们都会承受 无论他们做什么 他们会在不看药品日期的情况下付钱 在尼泊尔这样的人们居住的地方 外国人渴望投资于医疗、教育、通讯等领域 政府还准备好创造更多收入 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 我觉得我即将下地狱 我希望一生平安 但现在越有闲暇 我的灵魂就越燃烧 我来到您的皈依处 古鲁 因为我无法忍受极度的愤怒 给我一些心灵的平静 占星师说 你们所有人都发誓要通过承认错误来纠正自己 当然现在可以恢复内心的平静了 应该实现地球和平 周一就来吧 手里拿着金币 请把这些东西带来 而星球和平的费用就高达十万五万 把那个也带上 医生说是的 古鲁 医生从那里离开 巴桑特虽然窒息 但他感觉自己正在通过文字看电视剧 当世上有许多人的行为时 他通过言语看到了其中的场景 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在巴桑特的思想和大脑中产生持续的波动 以及意识形态和情感的波动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认为周一适合进行特殊的行星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周一呼吁那些使地球和平的人 他们每天做其他事情 比如祈祷 阅读占星加鲁德里的作品 他的费用比加德满都的其他占星师要贵 尽管他的费用很贵 但客户还是因为对他的信任而来到这里 虽然他的收费很贵 但他也为很多人提供免费服务 占星家有吃戒与两者之间的东西的习惯 就连巴桑特也见过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前来迎接他 占星家的妻子不喜欢客户以外的人来 巴桑特觉得占星家母亲对他的占星家丈夫也不满意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不仅是巴桑特父亲的朋友 他也是一位雇主和知识提供者 他有养育他的能力 爱也已被提供 巴桑特越来越感兴趣的是 那所房子里只有两个妇人 他们并没有完全和解 也没有完全满足 早期 他以为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关系很好 但从一开始 母亲和父亲的目标就不兼容 当巴桑特是同一家族的儿子时 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不会以让别人看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多年来 瓦桑蒂作为同一户人家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认识到两颗心不一致的情况 他对父亲说的内心话是什么 他连问都不敢问 他问母亲为什么他变成了一个悲伤的母亲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有房子 有车子 有存款 有尊重 所有的信徒都有信仰 但占星家的父亲和母亲却并不完全和解 在巴桑特明白这些事情之前 他很高兴 当巴桑特认清情况后 他的快乐也消失了 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他变得急于找出问题所在并解决他 他试图通过联系占星师父母在国外的儿子来了解情况 他们说因为在国外结婚文化偏差不能回家不了解家里的情况 巴桑特有点令人失望 有一天巴桑特突然想起了卡纳尔叔叔 卡纳尔叔叔对这座房子有些了解 另一方面 占星家中心的常规节目正在进行中 他专注于他经常做的工作 巴桑特脑子里玩了很多事情 打电话给叔叔询问情况 当他去校园时 他打电话给卡纳尔叔叔到班达哈尔公园 普什博爱的卡纳叔叔也来到了班达哈尔公园 他们来到班达卡公园 公园很大 种满了树木和植物 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 公园里还有很多猴子 所以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那里 巴桑特向卡纳尔叔叔询问 占星家父母相处的不好的事 原因可能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吗 卡纳尔叔叔说 你已经成为这个房子的儿子 你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六年 你作为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私人助理生活 你也得到了你母亲的爱 你应该发现 男生 巴桑特有点令人失望 他再次与卡纳尔叔叔一起前行 如果你知道什么 请告诉我叔叔 卡纳尔叔叔说 孩子 看 这是一座城市 这里的房子很大 人的心都是很小的 即使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在许多房子里夫妻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 却有着不同的梦想 你父亲的朋友非常友善 他很乐于助人 他认为妻子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 他们想要这个社会的好处 他们更爱你 你一定已经直接感受到了 占星师的妻子也很好 他非常照顾他的丈夫 他还认为你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亲爱你 孩子 不要让家里有任何弱点 世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当你感到痛苦时 你会做一些事情来缓解痛苦 有时儿子们的记忆也会让他烦恼 巴桑特又说 这个家庭很好 他们很有爱 但我看不到他们彼此幸福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天也很担心 我一问 两人都说没有这样的事 其他时候 我看到占星师在顾客到来时很高兴 很严肃 卡纳尔叔叔说 我也对一些事情有疑问 怀疑会很糟糕 男孩 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让房子快乐 你已经在房子的每一个行为中找到了平衡 即使在另一个时代 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人 于是 一阵闲聊之后 他们便离开了那里 巴桑特的好奇心不会从这次谈话中得到解决 他感到担心并返回占星中心 我们假设那里什么都没有并且常规工作正在进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占星师父亲变得越来越焦躁 看到母亲悲伤的样子 巴桑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有一天 时间就这样流逝 一辆警车停在占星中心门前 下面的保安人员也一头雾水 他想知道警察为什么来 警察询问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在哪里 知道占星家高于平均水平后 警察就会上升到平均水平之上 周围环境中传来一阵阵的骚动和骚动 当时巴桑特也从校园回家了 了解了那里的情况后 他也很害怕 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过去很多贵宾都来那里接受服务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搞砸了 他以这种方式看待事件 并开始担心解决方案 占星是妈妈坐在厨房的椅子上 皱着眉头 班斯阿姨试图给人勇气 巴桑特问母亲 母亲为什么警察来到这里 为什么警察带走了父亲 现在让我们谈谈我们认识的警察 母亲说 无论父亲发生什么事 现在大家不要惊慌 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 警察不会带走这么大的人 并杀死他们 警察为什么要带走那个人 之后我们的人就该被释放了 现在所有这些责任都落在了你的头上 你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了 你必须处理好这种情况 我总是被祝福的 做我的儿子 即使我跌倒了 你也不应该跌倒 孩子 巴桑特与他的母亲更加亲近 他握住母亲的双手说 母亲 无论如何我都会释放我的父亲 母亲拥抱巴桑特说 儿子 现在你是我们唯一的人了 支持那天 警察将占星家关押在附近的警察局 巴桑特的理想人物是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以前每天都有很多客户来到他的占星中心 其中还产生了多种类型的波浪 巴桑特前往警察局并见到了占星家 他和巴桑特说话时低着头 就像他的儿子一样 伙计 有人欺骗了我 说完情况后 巴桑特向当地警察询问 占星是因涉嫌贩毒罪被警方拘留调查 巴桑特告诉那里的警察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警方回复 目前正在调查阶段 如果他无罪 他将被释放 如果他被判有罪 他将受到法律制裁 别太担心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耐心等待 他从那里回到家 一连串的疑问像雨点一样在脑海中流淌 他的内心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某人的阴谋 在占星师的保护下生活了六年 他始终对占星师鞠躬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 一座有占星中心的房子似乎荒废了 妈妈在厨房里 他竟直去了他母亲的住处 告诉他他收集到的消息 由于Benz的阿姨也在 母亲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 询问了很久事情的经过 巴桑特向所有人传达的信息是母亲 妈妈很担心 人的一生就像逃工的轮子 他一直在旋转 生活中有时阳光灿烂 有时黑暗 如今巴桑特有了新的感觉 他总是记得从许多他不认识的人的故事中 得到的感受 他的日常生活一团糟 那所房子的睡眠也消失了 每个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天会亮 我们会见到巴巴 第二天早上巴桑特带着食物去了 早上八点到九点是走亲戚的时间 这时巴桑特带着食物来了 他捡了一张会议票并去参加会议 那里的警察为占星家安排了与巴桑特的会面 安排通过一个小窗口进行沟通 他非常担心占星家的母亲 其他托尔邻居也询问此事 几天后我就会离开 在那之前 孩子你必须照顾好这个房子 两人都互相鼓励 巴桑特会见了调查人员 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调查人员表示 占星家的案情很严重 当占星师从占星师中心被带出来时 还查获了一些带子 据说藏有超过五公斤的毒品 这是法律禁止的 巴桑特得到消息称 他被指控以占星中心为幌子经常进行大量毒品交易 警方称他也是一名吸毒者 巴桑特很难相信这一点 巴桑特回家了 在家里 母亲正在等待巴桑特 巴桑特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 并问妈妈 他吸毒了吗 妈妈说 孩子 这是他低坏习惯 他是个吸毒者 他不知道他吃了什么 但最近几天 他经常给自己注射 吃他吃的东西 这个习惯是他从巴纳拉斯那里学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想我不会住在巴纳拉斯 我应该去尼泊尔 他在瓦纳拉斯是一名轻度学习者 我们来到尼泊尔并开始在这里生活 来到这里后 他安稳了几年 但几年后 他又陷入了同样的瘾 跟他聊了24小时都打不通 怎么办啊 小子 儿子们也从小就被送到国外读书 老人就这样掉进了陷阱 看到他的行为 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还有很多吸毒者来这里做客 他一直把这些货物留在这里 并提供给很多人 就连我自己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 我告诉他不要那样做 他以前自己吃也经常给别人吃 自从你来到这所房子之后 你以前做生意就有点小心翼翼了 我永远无法对自己说这句话 我很担心你也会养成这个坏习惯 有时候 把他从警察身边带走 似乎是做了正确的事 但我怎么能忘记他是我的丈夫 他如此爱我 以至于他神圣的爱 让我活了下来 否则我早就死了 你现在做什么 时间会做到的 时间是坚强的 他开始哭泣 说孩子你不要离开我们 巴桑特一边说一边擦着母亲的眼泪 妈妈你真棒 别这样哭 让自己变得软弱 他安慰他不要担心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由于占星家不在那个房子里 所以占星家中心空无一人 工作人员也做得满脸浮肿 占星家的妻子很痛苦 每个人都担心 每个人都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从母亲那里了解更多后 巴桑特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密室里听故事一样 巴桑特对过去感到遗憾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疑问 为什么我没有正确的看到爸爸的活动 为什么我直到今天才检查房子的房间 为什么我从校园出来后就只是简单的做我所做的事情 而他的内心给出了答案 我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穷孩子 父亲给了我爱 他安排了我吃饭和学习 他给了我一个获取知识的环境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 他是我的榜样 毫无疑问一个理想的人 我也一直很尊重他 可能是的 就连巴桑特也从未去过储藏室看过 房子应该大 房间应该宽敞 储藏室应该充足 在一个特殊的时刻 在房间里放一把钥匙 而占星师自己保管那把钥匙的故事 开始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播放 想起这些 巴桑特感觉情况也一样 但心里却无法接受 今天新的一夜展现在他面前 虽然是敞开的 但一切都仿佛在幕布之中 去见爸爸并吃早餐 除了下午见回家的人 自习晚上再去见爸爸 晚上安慰妈妈就成了巴桑特的日常 这就是他三个月来的日常生活 三个月后 江出庭 然后占星师从警察局经过法庭进入监狱 由于巴桑特也一直在于法律专业人士保持定期接触 因此处罚江是什么还有待观察 尽管深陷淋雨 他也没有缺席定期探视 不用像警察局那样带大米 但他们会定期带水果 不要让爸爸做任何他必须代表他做的事情以外的事情 有时他也会带着他的母亲 在国外的儿子们听到这个消息 但他们并没有尝试来尼泊尔看看是否可以做点什么 当母亲打电话时 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依法发生的 所以不要惊慌 其他人则不保持联系 母亲既需要安慰 也需要支持 由于巴桑特无法了解当时家里的情况 父亲陷入了困境 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小心翼翼 不给母亲带来麻烦 他经常与村里的父亲和兄弟联系 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还担心家庭和社会的恶化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如果全国各地的家庭都没有缓解的情况下 可以集体做些什么 家里有这样的情况 生活压力大 导师学位期末考试也快到了 巴桑特面临来自各方面的紧张和压力 他记得压力和压力使人适应 这是现实生活的考验 然后他自己决定 我必须通过所有即将到来的考试 我必须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我会通过所有考试 他就是这样做好心理准备的 巴桑特管理一切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彻底守护者 有一天当他去见占星家时 他对巴桑特说 孩子今天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 耐心听我说 我这里已经说了很多了 不管我讲多少 你都要给我时间 巴桑特变得严肃起来 准备好倾听 然后占星家巴巴开始说 男生 我出生在潘奇塔尔区的一个村庄 我出生时病得很重 还有人说 潘伟迪在卡拉克出生后就生病了 我们的卡拉克是潘伟迪的 卡拉克父亲和祖父都是潘伟迪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的父亲曾经非常爱我 他常常让我感到快乐 一切都不是那样的 那时我很虚弱 很虚弱 我父亲曾经和一位占星师一起去丹库塔看中国 那位占星家是尼泊尔东部山区一位著名的占星家 占星家看到我的名字后 说孩子活不下去了 父亲听后非常伤心 父亲立即询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占星家说他应该和一个同龄的男孩交朋友 星球一向那个男孩 就算死了也会死的 他说你儿子的日子将会好转 之后我父亲带着小儿子去了潘奇塔尔搜查了一所房子 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想救我 同时他长期失踪 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发现你父亲家境薄弱 而且你父亲也和我同龄 于是主动提出与我交情 他们很高兴见面 Carno Bai说我们已经穿上了 你知道 你父亲的家人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有意了解多少 之后 我的病就痊愈了 你父亲经常生病 那件事之后 我父亲对占星师的信心突然增强了 几年后 他带我去找同一个占星师 并说道 我还教我儿子占星 我得看看他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他可以读占星术 然后我就做出了很好的决定 他给了我瓦纳拉斯的一个修道院的地址 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的阅读占星术 他也做了安排 让吃住都不缺 那时 像潘克塔尔这样的山民 不可能去瓦拉纳西城郊前读书 修道院曾经是尼泊尔学生的主要目的地 我在瓦纳拉斯学习不好 作为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 在瓦纳拉斯的环境中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我留在进修所遵守进修所的规则 阅读并服务上师 每天进行正常水平的学习和服务上师已成为我们的例行公式 上师和仆人都有自己的着装 纪律和行为非常严格 都留着长胡子和头发 大师们过去常常吃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食物 他们的道德行为也不同 有时他们还接受女仆的服务 瓦拉纳西的所有街道上都可以看到讲尼泊尔语的人 渐渐的尼泊尔的雨停了 每年父亲也会来看望一次 尼泊尔几乎所有地区的学生都曾来这里学习 瓦纳拉斯是被称为全印度的教育中心 我以正常方式在北中央帮完成了我的水平学习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工作时学习了夏斯特里水平 我舅舅也来了 也参与了生意 他有一家沙利店 生意还不错 当时尼泊尔语商人的生意也进展顺利 我在学习Sastry的时候就和他结婚了 他的家人从上一代人起就一直住在那里 前往他们的山区家园伯洁普尔 当我学习Sastry时 我与Banaris错误的交往并开始吸毒 我还通过出售这些商品赚了很多钱 岳父见我不好决定送我们去迦德满都 他们来到迦德满都 在高里加特为我们买了两块土地 最初我们来到尼泊尔 在那片土地上定居下来 当时加德满都的地价还没有那么贵 当我从贝拿勒斯来到加德满都时 我还没有完成夏斯特里水平的学习 同样占星学也没有完成 在巴纳拉斯我制作了一份假证书 并在加德满都开设了一家占星中心 最初人们来到占星中心并不是为了寻求服务 我以前在帕斯帕地地区秘密供应毒品赚了不少钱 这笔钱让在加德满都的逗留变得很轻松 最近几天我被称为加德满都著名的占星家 我的秘密乔布斯当人们相信之后 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儿子早年出国儿子们一点一点的搬走了 当你回家后我开始爱你 毒品生意在金融危机期间帮助了我 所以我继续躲藏起来 国际毒贩加入了我 我赚了很多钱 在巴迪亚开设了四家农业公司 增加了四十块比哈土地 同样在萨普塔里也增加了四十块比哈土地 我实质不知道我的妻子知道这件事 但从未去看过 我在宗教和传统的幌子下 为自己赢得了名声 但内心却充满了悔恨 我的灵魂使我悲伤 我曾经喜欢听像我这样的自然探索者的故事来平静自己的心灵 我曾经这样做过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你来到我家喝着潘奇塔尔神圣的空气和水长大 我没有阻止你拿钱 是为了让你不要混入加德满都的垃圾之中 我告诉你怀疑仆人的故事 以便加强你内心的神圣思想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你就会受到一切的保护 因为人会变质 你成熟了 懂社会了 现在时间让我对你有更多的介绍 让我的客户相信他们应该在周一拥有地球和平是一种传统 他们都不知道地球和平的方法 甚至我也不知道 但人类就像一只羊 当有事情发生时 他们就会去那里 没有人倾听现实 让我看看 到目前为止 警察只调查了我的毒品 后期也将纳入黄金业务范围 这会伪造我学历的团伙涉嫌毒品交易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他们基于我的一些错误 把我困在这张网里 现在我掌握了法律 就像警察正在调查我的罪行一样 我无法逃避这一点 孩子 现在你必须侍奉占星师母亲了 善待就是生而养之 死而后废 其他人也饶有兴趣地观看着窗外巴桑特的景象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在窗内讲话 监狱里的保安和警察 所以今天无论讲多少 他们都是自由的 就像一盏灯在熄灭时 他们有光明 但时间并不有力 孩子 今天我要和你说很多话 他说 我会告诉你一件事 你已经成熟了 不要消极 巴桑特说 告诉我 占星家说 孩子 现在我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如果我死了 你就应该把你的父亲和兄弟从村里叫来 住在那所房子里 你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我 我的妻子是你的母亲 他和你父亲的婚姻安排做到这一点 一家四口就完整了 如果你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分开 我的灵魂都将得不到安宁 你必须解决他 答应我 男生当巴桑特从占星家巴巴那里听到超出他想象的事情时 他流下了眼泪 那时占星家说 孩子 要坚强 你不能软弱 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我家里的祈祷室里有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把钥匙 可以在我死后打开那个盒子 有土地契约 其他文件和信件 然后打开它并运用你的智慧进行工作 生活中不要犯错误 为了掩盖一个错误 你必须犯一千个错误 所以不要犯哪怕一个错误 如果犯了错误 请立即公开并道歉 人类可能会犯错误 但应该纠正 如果不能改善 生命就会被毁灭 现在看着我 同样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也告诉了巴桑特很多事情 巴桑特摇摇头 听着 他记得他在国外的儿子们 他还记得他在潘奇塔尔的朋友 最后 想起他的妻子 他请巴桑特离开 巴桑特从那里请了贾回家了 他不知道路什么时候被切断了 直到回到家 他才感到不安 那时 他觉得监狱和家之间没有距离 他回到家 把除了结婚以外的一切都告诉了母亲 俗话说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人可以改变 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白天过去了 夜晚也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夜间在监狱的厕所里上吊自杀 他已经是过去世了 罪行即将得到证实 他去预测惩罚 他向家人发出了最后的信息 然后自杀了 火葬前 尸体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被送往帕斯帕地 巴桑特本人也参加了最后一次火葬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哈里纳拉扬巴桑特变得成熟了 他通过了研究生学习特殊类别的考试 他的研究主题是尼泊尔文化 通过占星中心 他获得了内在和外在的知识 他读懂了人生 读懂了世界 他明白自己的职责 他永远都亏欠这个家庭 如果他没有来到哈里纳拉扬 他就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成熟 他突然想起了往事 他记住了所有参与过他生命的人 并发自内心的感谢每一个人 他们住在高里盖特的一所房子里 现在如果只增加家里留保安的成本 那么留保安的制度就会被取消 其余的家庭成员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占星师哈里纳拉扬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在家里说出 之后他的内心变得悲痛欲绝 当他告诉谁该告诉谁时 他再次想起了卡纳尔 巴桑克在困难模式下听取了卡纳尔叔叔的建议 这是占星家的承诺 卡纳尔叔叔说 哈里纳拉扬带提出了一件严重的事情 临终时 如果对某人的承诺没有实现 死者的灵魂可能会折磨他 我必须研究他的社会方面并找到解决方案 别担心 我会同意这件事 卡纳尔成为巴桑特生活困难时的帮手 卡纳尔叔叔在咨询了很多社会人士后得出的结论是 实现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愿望就是家庭的福祉 一年后 巴桑克从村里叫来了他的兄弟和父亲 当大家都同意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后 幸福又回到了房子里 起初母亲在婚姻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 卡纳尔叔叔列举了世界上不同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例子 人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汲取灵感 而不是跟随社会的道路 尼泊尔的资深艺术家和作家也举出了在生命最后一刻再婚的例子 人生成熟阶段的婚姻唤醒了人生挚友的感觉 喜怒哀乐可以交流 有聆听和诉说的机会 家庭其他成员之间可以找到幸福和快乐 最后 母亲同意了 卡纳尔叔叔咨询了所有与占星家家族有关的亲戚 在国外的儿子们也都说还好 相反 他们以那里的例子来鼓励 但他们说他们不能来尼泊尔 根据大家的建议 巴桑特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巴桑特的父亲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就表示同意 他记得 荒芜多年的田野 下过雨后都长满了梨子 就这样 两个破碎的家庭在十分容易又困难的情况下重新团聚 刚开始的几天感觉很困难 但渐渐的环境就变得舒适了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哈里纳拉扬所说的其中一项 就是应该打开祈祷式的盒子 只有家人一起才不敢打开那个盒子 那里再次感受到了卡纳尔叔叔的需要 他们决定只有叫卡纳尔叔叔才能打开盒子 塞特大喊要打开盒子 他们在卡纳尔叔叔在场的情况下打开了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有来自巴尼尔和桑塔瑞的八十个B格的土地文件 公司注册证书和一些信件 各个农业公司注册处和税务局都有注册证书 还有一封装在长信封里的信件 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人的花环 他看起来很平常 但却有些超自然的东西 他们打开这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占星家哈里纳拉扬的 Tunganis Eupedi是一位致力于尼泊尔语言和文化复兴的学者 他在社区服务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工作 由于通加纳特致力于尼泊尔语言和文化的原始基础 他的名字和声誉传遍了全国 听说哈里纳拉扬是一位优秀的圣人和占星家 他们之间有信件往来 但没有直接会面 盒子里发现的这封信是朱姆拉新甲骨的学者 Tunganis Eupedi 尼泊尔语言寄给哈里纳拉扬的一份礼物 信函的格式如下 亲爱的朋友 占星家 Herenerayanji 加德满都高里加特 我记得来自 Singra Valley的Tunganis Eupedi 尼泊尔语言先生 我没有见过你 但我听过很多人的来信 我衷心感谢你们在充分了解 东方哲学并持续为尼泊尔文化和尼泊尔语言服务后 离开巴拿勒斯来到加德满都帕斯帕提纳地区的帕斯帕提纳地区 尼泊尔语的发源地是新甲山谷 我在这片圣地想起你 我已将这封信寄给即将来加德满都的人 里面有一个花环 是我们在所有村庄一起参拜后从Kanakasandari寺庙送来的 从尼泊尔语言和尼泊尔文化的发源地送来的神圣花环 将永远珍视您的神圣精神 那是你的朋友Tangnasupedianupain 新甲谷珠姆拉 在上面提到的新甲寄来的信中 在信的同一页上 占星加哈里纳拉扬志巴桑特并写道 亲爱的儿子巴桑特 更多的爱有一天 我收到一封来自朱姆拉的信 我打开信读了它 那封信触动了我的心 我研究了寄那封信的学者 他是一位热爱真理 忠诚的社会工作者 我研究了Singer文明和Kanakasandari寺庙 尼泊尔广阔的世界 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所说的语言 就是从那里演变而来的 它带着神圣的感觉 从远方送来了那串念珠 作为象征 由于它的圣心 它可能认为我的外表 就是我的真实形态 但在我的内心评价中 我被埋藏在不道德行为 和犯罪的表象中 所以我没有资格戴上 那个情感花环 你年轻 你有教养 你纯洁 他听过很多人的秘密 他很了解这个社会 他了解尼泊尔 现在他必须戴上花环 来激励保护尼泊尔语言 和尼泊尔文化 尼泊尔语言和文化保护运动 应该是我们最初的身份 在于尼泊尔的语言和文化之中 如果那结束了 我们的存在就会结束 占星家曾向巴桑特致辞 在摩赫婆罗多中 卡尔纳说阿朱纳将赢得战争 但由于情况 我将不得不站在杜游单一边作战 就像这样 请原谅我 孩子 记住环境使我陷入这种状态 如果您无法到达 卡纳克三达瑞寺庙 请前往加德满都的 Choco Davi寺庙 Choco Davi寺庙 位于加德满都 Dakshinkali是边缘村庄上方的一座小山上 渐渐的 尼泊尔各地的人们都会知道 乔科德为神庙的辉煌 加德满都的居民也会了解 该地区的重要性和名气 爱你的父亲 占星家哈里纳拉扬 看完这封信 所有人都震惊了 巴桑特变得更加严肃 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然后母亲向卡纳尔叔叔 寻求更多帮助 他要求卡纳尔安排费用 并表示他应该向巴桑特提供 有关巴迪亚土地和 萨普塔里卢普纳加尔土地 农业公司的法律地位 和现状的实用知识 卡纳尔叔叔查看公司注册文件 有15年前登记的文件 公司注册办公室 税务办公室 财产办公室 农村市政办公室都应该进行翻修 尽管土地是在农业公司的名下 但当地村民却通过承包方式 获得了农场的收入 在未确认公司已更新的情况下 不得以他人的名义 重新命名或出售公司 了解这些实际方面的知识 将对巴桑特有所帮助 特莱土地是用土壤耕种的 卡纳尔叔叔以要去看看东西方的土地为借口 向巴桑特提供了一些更多关于尼泊尔地里的信息 当他们东行西行来到加德满都时 母亲问巴桑特 你贪恋土地吗 儿子巴桑特回答说 所有的土地都很好 但我不想享受它 看儿子 我们没有在那片土地上流汗 政府稍后会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判断你父亲所做的财产去做吧 不要贪心 我们有自己的财富可以到达我们身边 我们只展示了加德满都以外的地区 以便您了解东尼泊尔和西尼泊尔 从象征意义上讲 特来的地方就是这样 山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像潘切塔尔 我也没有去过喜马拉雅部分 新甲写给占星家哈里纳拉扬巴巴的信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 尼泊尔是山地、丘陵、平原的完美结合 从喜马拉雅到特来 尼泊尔文化和尼泊尔语言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整个尼泊尔都是在尼泊尔语言和尼泊尔文化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尼泊尔享誉世界 他对尼泊尔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他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传统 我们所有尼泊尔人都应该以强烈的尼泊尔身份生活 这些天尼泊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总的来说没有攻击 但有对语言的攻击 有对文化的攻击 有对政治的攻击 有对国家所有领域的攻击 有多少外国人在攻击 有多少尼泊尔人成为爱国者已实现尼泊尔身份 该国司法、行政和立法机关的人民正在变得扭曲 今天每个领域都存在扭曲 从状态的上半身到下半身都沉浸在肮脏的状态中 听着你有能力,你纯洁 你年轻,许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净化这个国家 正如你们保护我们荒凉的家园一样 保护我们的母亲 你妈妈比我大 你的母亲是尼泊尔的土地 我的妈妈也是尼土是万物之母 而我们都是尼土 土的意思是国家 土壤上的装饰品是语言和文化 尼泊尔是尼泊尔土壤、尼泊尔文化和尼泊尔语言的统一形式 许多民族和语言的使用者都受到保护 今天的需要是通过保护尼泊尔文化和尼泊尔语言的种姓 文化、语言 传统和习俗 创建一个统一、文明、教育和发展的尼泊尔 为此 你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真诚地努力 直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像你要过任何东西、孩子 但今天请答应我 巴桑特站起来 慢慢地握紧拳头 举起双手 闭上眼睛尖叫 是的妈妈 现在我们年轻人要醒悟了 尼泊尔母亲万岁 到目前为止 您已经听过甘加普拉萨德贝特瓦尔 甘格普萨特贝特写的小说幕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